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遵享超前营业的名学 明侦探学院第五季 会员plus版 明侦探学院第五季 寻宝总规则 在同目村里 埋藏着六个神秘的宝藏 分别是可以兑换不同宝物数量的兑换券 谁找到 就归谁所有 学员们可以利用各自获得的初始道具 和仅供拍照的寻宝手机去村庄里寻找线索 这些初始道具会指引学员们 一层层揭开宝藏真相 形成推理线 而六条推理线 最终指向的是同一个残宝地点 请注意 第五季的每个宝藏背后 都有一个神秘的故事 等着学员们去探索 在推理过程中 学员们会不定时触发剧情 在寻宝过程中 推理越深入 故事剧情越完整 学员们寻找宝藏的时间限定为 从现在开始到明天早上九点 另外 在此期间 学员们还将进行多个游戏比拼 在游戏中获胜的学员 可以复制其他任意学员的初始道具 道具越多 提示越多 提示越多 则找到宝藏的几率就越大 但请注意 在寻宝过程中 不能故意移动或藏匿线索提示 如果有人率先找到宝藏 请一定注意保密 因为在明天上午十点 将会进行一次不公开投票 所有人要投出你们心中认为 找到了宝藏的学员 投票结果一 如果三位或三位以上的学员都投对 那么找到宝藏的学员就不能拿走宝藏 这次的宝藏就会累积到下一次 投票结果二 如果大家没有检举出拿宝藏的人 这个人将拿走对应数量的宝物 投票结果三 如果现场出现评票的情况 只有其他四名学员现场商定 最终检举人选 当然还有一种特殊情况 也就是没有人找到宝藏 那么这次的宝藏就会清空 不会累积到下一次 第三个宝藏 学员们将会面临怎样的推理考验 而神秘的童木村又有什么故事 等着大家去探索呢 寻宝之旅即刻启程 今天天真好 阳光甚好 这个天太适合休假了 我的天啊 蓝天白云 这颗天白云 小学员 我的装备 就是有你 我的 郁华新村休闲山庄 今天这个地图可能又要开阔一点了吧 应该要开 走的更远 那里不一样了 上次有人线索是在那里面 先到吧朋友们别观察了 金姐 春姐 哈喽 久等了 欢迎欢迎 来了 来了 我们回来了 回来了 回屋了 清姐的状态 感觉在这里已经住了一个月了 没走吧 我已经把这儿买下来了 看出来了 欢迎来到由曼陀斯联合冠名播出的 明侦探学院第五季 你想不想走了 我现在要走了 我依然是妥妥的管家 太妥了 这一次大家对于寻找宝藏有没有什么信心 有 投他 这不是一起说的吗 投他 可以开始投票了吗 可以了 投票吧 我们去哪里 书房吧 好吧 那么大家就是开始我们这一期的寻宝之旅了 老规矩 手机请上交 各位朋友 今天交手机怎么不是篮子 今天我们做了新道具 高级了 好厉害 感谢曼陀斯 然后我们有了这个道具盒 先不接按那几个活 我可以接 我交了 我都安排好了 好 迪哥说他不接 能不能看我们投个简历过去 快快快投简历 结果迪哥没气了 你看全是同一个节目都过去了 确实又是这帮人 要是 赶紧 涛哥 涛哥 涛哥是不是给家里再报备 是的 已婚人是新婚燕儿 Hehehe 真的 新婚 好吧 手机上交完毕之后 然后大家都知道 我们这个铜木村的村民非常的热情 当然 比如说上一期有一个刘阿姨 给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富的午餐 这一次 这一次又有新人来了 来欢迎我们热情的村民登场 哈喽 这都没吃饭了 来 我们先分一分吃的 这是什么桂花糕 谢谢 桂花糕 好吃 这是啥 糖炒栗子 特别好吃 哥 这啥你 我再差点口粮 我待会走路去 多拿点 不吃饭了呗今天 多拿点 来 这是哥 来 先给我们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叫李子一 然后你们可以叫我一姐 一姐 一姐 所以你应该还有一个 你家的姐妹应该很多对不对 差不多也不多 大家好 我叫大海 欢迎大家来到铜木村 所以两位这次会帮我们 应该是可以的 应该是可以的 但是我现在就有一个问题 我想买一点带回去 我要在哪能买 其实就是我们为了让更多的朋友们吃到我们这个美食 我们特地开一个直播间直播带货 你们有直播间 对 然后问题来了 因为我叫一姐 你们给你猜一下我们直播间叫什么 一姐 一姐直播间 不对 跟她有关吗 毫无关系 跟我们没关系 跟她没关系 提示一下 跟一有关 英文 一 第一 第一直播间 第一 可以 答对了 第一直播间 你会被我们告 然后今天刚好有一场预热直播 对 我看各位个个都能收回到 不知道大家愿不愿意来到我们直播间 帮助我们的乡亲们 来推荐一下我们这边的 愿意 肯定愿意 都吃了我们的桂花糕了 愿意愿意 好吃 愿意推荐给大家 吃都吃了 刚好我们上播时间就快到 要不跟我们一起直播间 准备准备 可以吗 我们就往那边走 走 我们是那种团 团就是 好的直播间 有人能看我们在里面吗 在在在在 来直播间的宝宝宝宝家人们 欢迎来到我们南波万直播间 好 好 史上最热闹的直播间 嗯 我说个数 三块钱 十道 上链接 不行 其总 会亏本的 我不管 今天家人们来到我们直播间了 我就要送出这样的福利 怎么办 怎么办 拦不住他 不可以 我说了算 就这么冰了 剩你了 我来担着 我要知道你俩系这么满 我就不用了 我有个疑问 这么好吃的地瓜片 为什么要用这么浮夸的表演来推荐呢 太好吃了 ASMR 把话筒拿进去 把话筒 嗯 嗯 这么香甜 吃不脆的一个这个地瓜片 大家还快快入手 好 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吗 直播间朋友们准备好 好来321 上链接 上链接 什么 空了 马上就家伙 来来来来 不行急走 处存 处存现在不够了怎么办 我得跟上面再申请 但是你看我观众朋友们这么热情 你想想办法 好 大家都这么热情 想买的扣一 扣一扣一扣一 全是一万 你把我们直播间转发区里 观看人数到一百以后 什么一百 我们是没有亲戚朋友买的 我们就马上给上面申请 我们再加货 好不好 再加多少 看大家的热情程度 到一万我们就加一万份 好 好 到不了 其实我们今天就是用这种形式 然后来告诉大家 在我们这个祖国的各个美丽的乡村 有非常非常多这种原生态的 大家自产自销的农副产品 然后又健康又卫生又好吃又经济实惠 所以呢希望大家平时还要多多支持 好不好 支持 这就是我们的美丽相关 好嘞 朋友们今天我们的直播到最后就结束了 好 这个鼓掌声音也结束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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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现在我们抽我们的初始道具 这是今天的六个初始道具 分别是存钱罐 礼盒 包裹 钥匙 白衬衣 手机 大家还记得刚刚大家有交手机 对不对 对 所以我们这一次抽取道具的顺势就是按 按交手机的顺序 按手机剩余的电量的多少 谁剩的电量多谁就先抽 那我两个手机怎么算 交两个手机的按手的算 我还以为按加起来就算 文桃有百分之百六的电量 首先我要公布第一名 手机电量剩余百分之九十 谁这么狠 这会儿还有百分之九十 我两个 那就是我的 小凯 抽取你的道具 插着手机玩的那种 迪哥 你是不是应该没有什么电量 工作都快联系不上了 我想拿这个钥匙 应该是 今天穿的这么帅 不配个不配个车 可恶 一会儿到时候看没有找线索 在村里兜风 下一个电量百分之八十一 谁 来吧迪哥 我啊 迪哥可以 今天没谈业务 八十一 那一堆是啥 哎呀这个吗 那个圆区吗就是一个 里面可能是个柚子 我刚吃的那半个在里面 这一包好多啊 摸了就得拿了 摸了就得拿了 有这规矩吗 有 我们一直以来就这对去 我们我们我们只能这样 我刚才我刚才都没吃毛 我们都只能这样看 就不能那个 忘闻问气 正拿这个 还行你泡脚包怎么了 你倒是喜欢 泡脚包很好 倒给云我两包 你哥 今天晚上一人发一个 一人发一个 咱们可以把我的道具共享 发这 来 现在还剩四个 第三个要抽取的这位朋友 手机电量 也很多 百分之七十九 我觉得快倒我了 我电量挺多的 盲博 请选择 早上不该玩手机 气死了 小猪吧 我觉得哥 这小猪跟你好配 好可爱 这哪里跟我配了 何可爱爱 没有小猪配齐配我 对不起 软冷 给大家讲讲我 给大家讲讲我 你看大家理你们 好难啊这是 对不起 我拿这个吧 我把小猪留给小齐 下一个电量 依然是还不复 百分之七十六 那应该是 肯定不是我 我俩手机一定有一个少的 来吧 阿铺 手机 你有拿手机 他就是喜欢拿好袋的东西 你不想累 再往下 这两个呢 一个是68 一个是67 只差一点点 那肯定我67 六十八的 来小猪配齐 那你不选这个 有点不回事 小猪配齐 我有钱了朋友们 那最后这个就是文涛了 你们不会是宝物吧 哈哈哈 提醒大家一下 这一次我们复制道具的游戏升级了 复制道具任务全新升级 从本次寻宝开始 在学员们自由推理的过程中 村里广播会不定时通知学员 参加复制道具站点任务 有复制道具需求的学员 去按时抵达指定任务地点 完成挑战 并赢得复制初始道具的资格 全新玩法 究竟 谁会是本次复制道具的赢家呢 注意听广播 对你们复制道具非常重要 我才不去呢 你们爱是谁去 起面的人 谁玩游戏呀 谁玩游戏呀 就是 一会儿在那 来啦 别让我看到你们 全员到齐 到了之后发现 是一个六个人玩的游戏 好吧 好吧 那么在那大家收拾上 然后就可以出去找线索了 好吧 可以了 这么干脆力了 今天就开始了 开始了 蒸桑拿 太热了 这什么情况 这是冬天吗 太热了 不呆 走了 冒汗了 太热了 哇 快出来 快点把我热 热回去 有什么变化吗 暂时没发现 对 大家都已经突然间就四散 哎你在这里 好 啊 洗油道具啊 洗油道具 不要乱动哦 每个房间都这么热啊 这屋还好一点 嗯 等一下 那是凯凯吗 是啊 已经出去了 他在屋里坐着太热了吧 我要把钱砸出来 去高消费 哈喽 哈喽 一个泡脚的药方 啊 一个衣服 巨石一团火散事满天星 哎呀 这个衣服上写了一堆直播 我要是又抽到一个 跟颜色有关的道具 我应该就是要突破自我 我就看了之后 他首先上面写了很多字 就类似于 No.1直播间 一直欢迎大家 然后 就是一种开拓新的 农商新思路 我就觉得肯定跟我们的直播间有关系 所以我就先去直播间看了一眼 去瞅一眼直播间 分不清颜色 就给我一个全是颜色的道具 我这 真是 不过今天天气真的很好 哎 两位好 你好 你们在 啊 我们现在给粉丝打包 两位既然已经戴上了麦克风 一定 一定有蹊跷 帮我介绍一下 我是No.1主播团的黎子舞 大家都叫我五姐 我是No.1主播团的黎子三 大家都叫我三姐 我是彭博 我是我们明天下学院的议员 所以您家里是三姐妹吗 大家好 我叫黎子一 然后你们可以叫我一姐 你家里姐妹应该很多对不对 差不多也不多 我们是村里的嫂子 怎么又是嫂子了呢 我们是一起创业 我以为你们是姐妹 你现在还在打包呢 你看 这卖得特别好 这个打包是要什么 我来帮你们好不好 不用 差不多了 等一下 这不就小 我给你打包了 嗯 咱们就没有宽一点的胶带了 走了 拜拜 拜拜 我 是不是 来走了 他们为什么走了 这是不是家里有啥 姐姐们刚刚明明有宽胶带 为什么不用呢 看看这边是啥 嗯 还一个 不管多大都是小朋友 12月17号 什么东西 这两位大哥里面是啥 小京闀 Number One 直播间的家人们很高兴在大家的陪伴下 度过一次又一次难忘的直播时光 开播一周年 看 开播一周年了 他们一開始 开播一周年到来之地 一姐为大家准备了丰厚的礼品 这次只做回馈 万水仙站总是行 让我们共同期待下一个一年 这是个盘子 这么划算必须盘 工程量有点大 拍起来 我觉得每个都值得打开看一眼 两个杯子 No.1老铁曼年年加薪水 12月7号 一定要在未来的道路上一鸣惊人 晚上可以用它来求救 手机支架 一姐的家人们只愣起 宝宝们永远快快乐乐 宝贝 火灯的造型看起来像是一个美妆用品 头部指压按摩仪 头部拿下短 怎么说呢 已经在这里看到了大量的谐音梗了 哪个盒子里怎么漏东西 挡起来挡起来挡起来 坐会儿 研究研究 思索一番 我觉得我有强迫症我不用感觉虚弯 写下来才能把它想出来是为什么 而且我还忘记带纸笔了我得回去拿一个 这就是道具拿了一把这个车钥匙 具体什么车当然不知道 但是从这个整体的外观来看应该是一辆电动车吧 或者说是一辆小车 通过去这辆路看看能不能找到一辆车吧 我觉得电动车应该会有一些那种叫声啊什么鼻鼻 嘚 嘚嘚 嘚嘚那种 所以就 在整个村子就开始一顿乱按 我看你 假如说我要找车的话我去哪找呢 我去停车场找 停车场不就是随便在那里可以停 我们那个莲花客厂旁边是不是有个停车场 现在就要去车比较多的一个地方 这期的主人公不会是石凯吧 我刚好可以花光这些钱去买我最喜欢吃的那两个东西 一个送给我自己 另一个也送给我自己 为什么会有两个我自己呢 原来是我裂开了 很搞笑这个 我裂开了 拿到存钱罐之后 在里面发现了11枚硬币和一个纸条 纸条上写明了是一个人 他说他裂开了 他有两个自己 然后分别喜欢吃不同的一样零食 这条信息也直接指引我去往小卖部 因为只有在那儿能买零食 我第一次在学院这个节目里面花钱高消费 好多钱 今天我很富有 公告栏全换了新的内容 你看新增加了很多 又有画室 周式养生馆 旺铺转租 垃圾小分类 这些新加的都有问题 都是伏笔 朋友们都记好了伏笔 垃圾分类 这两个东西垃圾分类有问题 这一次我们地图也变得更全了 上一次这些地方其实都没有标明这么明确 小卖部翻新了 那我找的方向应该是对的 老板好 你好 你好 来看一看买点东西 我们现在紫衣不是在咱们村搞生产大联合 然后产品升级衣 把一堆这原材料产品都变成那个加工处理过了 尝 谢谢 谢谢 苦瓜干 吃的好了 一起家里跟老少爷带一下 嗯 这苦瓜干真的可以 是吧 一点不苦 嗯 不错 皮蛋肠 哦 是吗 可以吗 上个月来的时候不是这样的 咱们村的这两年经济也上来了 嗯 你看我这小店 挣钱了 膨胀了 店链都跟着升级了 发现了 就一个月没来就变得特别好 好好好 我先看一看啊 行你随便看 到小卖部之后 第一件事情就是找标价条 一定能找到一个组合是 正好花11块钱买两个食物 诶 这个硬币是干什么用的 可以去售卖机买东西的 哦 还有售卖机 售卖机您可以看看什么的 就在这里看一眼 是 这一块钱买两个的 一个探柄 是第二个的 这一块钱买两个是 あの阿一 中文字幕 李宗盛 1 2 3 4 5 郭老板货品卡住了 就钱已经投完了 已经付完了 然后它打开了之后又卡住了 我真是服了 就是贪便宜 买一个二手售卖机 三天坏了7.4 芒果干是吧 对 给这个 好 谢谢 再拿一个6块的八宝粥 不好意思 没事 23组 5号 谢谢老板 哎 那边有吃的 苦瓜干 折耳根 和皮蛋 走 哥带你吃 为什么要吃 他让我试吃我就试吃了很顶 肯定给东西你了又想骗我 你自己去就在那个老板的店里面 好 23组5号是往哪走的 23组 大姐问一下 咱这个是23组57号吗 5号的话往哪走 下面 往哪个方向 啊 顺着右转 顺着右转 是不是 远不远5号的话 不远是吗 好好好 谢谢啊 谢谢 目前为止很顺畅 去到那之后应该有一个裂开的人 他一个喜欢吃芒果干 一个喜欢喝八五粥 把这俩东西给他 他也给我 宝藏 想的真美 我遇见谁 又会有怎样的对白呢 他太难了 这什么呀 一个礼盒 是这个庞大海给子依的 亲爱的子依 我们这么相爱 我们在一起有这么多甜蜜的回忆 但是现在 你连我最喜欢曼陀斯什么口味搭配都不知道 你连我最喜欢曼陀斯什么口味搭配都不知道 猪状图应该代表是每一列的特数 会不会是少的那些才是重点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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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房去搂一眼 需要一些知识 找到泡脚盆了吗 找到泡脚盆了吗 哎呀没有 还要找泡脚盆啊 我先看一下有没有一些泡脚知识 太多药包了 非常感谢南波万主播团的两位嫂子 离子 哦 两位嫂子 离子三和离子五的辛苦付出 前段时间我在网上看到了一种有助于缓解疲劳强身健体的泡脚包 我是要把这个找出来吗 因为这里面搭配很多哎 当归一亩草黄金叶 圆摆年叶黄 每个泡脚包的那个里面的材料都不一样 我去找一本有没有关于医疗的书 我觉得我今天有点这么不难行 我可能要去复制别人 找我跟泡脚有关的东西 怀孕坐月子吃什么 实用儿科酸 泡脚筒应该在无心的房间找吧 有可能是外人 比如哪个地方 周氏养生馆 还真是哈 主要是我现在也没有门路 这密码是不是这个电脑现在被锁住了 不让用 难受 我再坐会儿 去看一看 它其实每一格应该是一样的 但是 左边跟右边这个很紧 中间这个一取就取出来了 感觉就是要我们把这个取出来了 然后两边不要取 按照我之前的经验 我经常会遗漏一些线索本身上面会有的信息 目前是没看出来 这是普通的糖 应该是一个礼物的盒子 然后从里面的这张纸 能够分析出来 这是庞大海寄给李子一的 一张卡片的背后有一个 有四条 这个不同高度的蓝的色条 那其实正好能对应这四排 但是线索到这现在就卡住了 口味搭配 这有两种可能性 根据这个 这个条 一个是 看蓝色的话 就是留在盒子里面 的数量是6546 但也有一种可能是 你看这个空缺的地方 空缺的话就是拿出来一个晶体和两个白桃 拿出一个晶体和两个白桃 一个晶体和两个白桃 那可能他喜欢的口味搭配 就是一个晶体和两个白桃 口味搭配 一个晶体和两个白桃 一个晶体和两个白桃 一清二白 来 前段时间我在网上看到有一种缓解疲劳 强身健体的泡脚包 我看一下哪个是缓解疲劳 无心懂吧 干姜爱叶九龙藤 肉桂老姜生金草 穿裙金戒鸡血藤 橙皮桑叶生金草花椒紫苏 巡谷风櫑云母草 年夜黄 玖龙藤 酥木岩湖索 我完了今天 养生管去一趟 不管了 来上拿把伞 Northern 玩油狗 但是我现在出来 我非常的迷茫 首先我就去养生馆问一下 哪些药材是属于舒缓疲劳强身健体的 先把这个问清楚之后 再想一想下一步应该怎么做 很懵 没人是吗 慢慢问清 不可能 好 我的线索断了 哎呀 怎么搞呢 我要到一个地方去思考一下 研究一下我的线索 这上面有颜色 麻烦 我先在这研究一下 路边研究 这上面还有这个 紫色 红色 咖啡色 椅子 哇 好 马上走了 我先去看看这附近有没有泡脚筒吧 回家找吗 我家里也没看到有人 哎 家里有没有泡脚筒 绝望 累得半死 你没有泡脚的呀 这桶可以泡脚吗 我觉得最有可能舒缓疲劳的是这个肉桂 枣姜 生津草 诶 这颜色 橘色 肉桂老姜 生津草是橘色 怎么都有点发橘啊 什么意思啊 我找不到哪个有橘色 哪个没橘色 我就觉得我好像又陷入了一个怪圈 就那一刻很纠结很痛苦 是我看错了吗 可能得换一桶水 雨真子 都一样啊 嗯 什么啊 啊啊啊 清水 嗯 好难 好难 真的好难 紫衣 大海 OK 这是紫衣和大海的聊天记录 紫衣告诉大家有个新创业想法 就是做农村 农村 电商 文件是 17年中央的一号文件 就是促进农村电商发展的 一个文件 里面有很多的什么 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啊 什么的 这是农村品 紫衣让大海跟他回到农村 放弃在成都五十万年薪的工作 你一定要放欣赏 放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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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欣赏是个字迷吗 第一反应就是很像字迷啊 然后就是这个瓶宝了 你知道你和星星有哪里不同吗 星星在天上 你在我梦里 我生在南方 长在北方 栽在你手里 算是过去过不同的地方 我在春天遇见你 从此以后 我的世界开满了鲜花 我的心像石头 因为磐石无转移 我只终于你 自己转一圈吧 这个放心说了三次 放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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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觉得这个放心上 是很重要的一个信息点 可能是那种 组字的字迷 可能是什么什么 什么样的字 放在这个心字底上面 现在什么样的字啊 什么的 吉儿 完全是什么 我可以和真了 小矮人 请说出三个字的童话故事小七 小矮人 资料记载有三个小矮人 也有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 但是唯独没有单独的小矮人 你回去就写一本 回去写一本 好吧 转一圈吧 转一圈 来 里面看一下 诗哥 老板好 好久不见 有什么新产品 这不是紫衣最近在咱们村搞那个产品升级 然后有各种生产大联盒 尝尝吧 尝尝尝一口 他俩在平时在什么地方 哎呦 这我还真不知道 他们要直播间吧 啊 好 老板八卦一下 他俩是不是 男女朋友 这个不敢乱说 老板矿泉水泽的 你怎么卖 可能是两块钱一瓶 两块钱一瓶 如果没钱怎么办呢 你们怎么都把这套的 因为都没钱啊 给你拿一瓶 哇 我们这个团里面 风气不太好啊 你们没事互相 一定要我回去跟他们说一下 是不是 不能助长这样的风气 什么毛病 惯了 就像是放在心上 放在心上是很重要的 放心上 如果是表示这个意思 应该是放在心上 但是放心上 是什么意思呢 这叫放心的 大胆的上 上哪儿去呢 很像字迷 什么放在心上 组成一个什么 海 不对 紫衣 紫 一 也不对 这是什么两只鸟吗 两只鸟很重要吗 燕子 聊天记录是 大海和紫衣的聊天记录 里面的最后一句话 重复了三次 我不管就是不一样 你一定要放在心上 好吧 放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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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复了三遍 放心上是重要的信息 能找到新的就是 桌面上地址的 这首情诗里面 是有新的 相当于 地址上的情诗 就是谜题 放心上三个字 就是解开谜题的钥匙 那么最直接的 就是在这个 在这首情诗里面 心字的上面 有一个春字 所以这个谜题的谜底的谜底就是春 去找春 找春 春在哪儿啊 在哪儿啊 春 算了感觉和小屋吧 小屋里面东西好像还没看完 再转悠一下 春色暗缘关不住 一只红杏出墙来 万子千红总是春 再去看看那个直播间里到底有啥 谁在这里 你怎么 躲在这吃柚子 这是一个舒适区 我不想动了 我想看看我们没有拆的两个盲盒是啥 辣酱 辣椒酱 特别好 要吃吗 不吃了 吃多了上厕所 出去看看 文韬为什么要坐在我的线索前面吃柚子 他什么时候能从我的线索前面离开 我还能做什么事 我觉得我能做一点事 趁衣上还有啥 趁衣上 这个趁衣也太皱了 这个趁衣上写了一堆 关于No.1直播间的东西 然后把我带到直播间 然后还不知道是啥 我想起了我的热水壶你知道吗 太奇怪了 难道要让我把这件衬衣烫平 让我来看看会发生啥 去一望坚持 哎 嘿嘿 我现在要烫一烫他 但我怎么样 能 避开大家呢 呜 Majic 自没了 我真是跟蒸汽干啥 我就是蒸汽波 还会回复吗 散大陆的路 但是也可以看作是六 七跟五 3675一定是某个东西 可能是一个密码 阿普来了 阿普一次接近了 咱们是不是这辆车呢 天哪 天哪 帅吧 这车 能开吗 这一看不是钥匙 不能开 故意锁着不让我开 密码锁 sex 每次转回就小小孩 放了 就最 waveform 放了 一路 海 即 choosing 还 在左邊 在右邊 在右邊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给大家解释一下 是先这样的 首先我们发现了摩托车 好像在摩托车这个上面发现了这个钥匙 钥匙的同时发现这辆车是锁住的 而且它不能弄 但是这个钥匙既然可以启动这辆车 车会进行它的燃油的一个燃烧 形成了这样黑色的尾气 尾气轰在这儿停着位上的时候 就形成了数字 叮叮叮叮叮 二七八 3 Shut up 在里面发现了这几张同母村去往长沙汽车西站的一个汽车票 然后里面上面既然都有一些留言 上面的留言是在9月5号的这一天说第一次偷出来 好刺激 然后第二到9月6号的是既然又没被发现 到10月3号的是果然这个时间点出去是个好的选择 第四个是阴车也不能阻挡我想去的心 10月5号的是PS干这种事一定不能被子一发现 干了什么事咱们不知道 然后到了10月7号 这边是今天子三和子五有点怀疑了 希望他们别跟子一说 就感觉他是一个 应该是一个子一的一个朋友 然后经常会偷出去玩 然后买一张汽车票 十一 掉进去了 怎么办 火力也开 不用了 他掉进去我不掉不知道 一定要发现个好东西兄弟们 发生了这样一件 这会不会这样有的事情 你这样进去拍的话 你这样进去拍的话 你会不会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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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人 那么 嗯?嗯? 做什麼意思啊? 做什麼就是 這個女子來的 這什麼? 這什麼? 這個英文的背後有這個紅色的東西 這紅色的東西肯定是一個東西 把它拼出來 它就是一個我要的英文字母 肯定是這樣 怎麼哪個是開頭呢?我大哥呀 我天哪路 這個開頭嗎? 哎呀 我換個地方 感覺它就差點什麼你知道吧 就感覺它差點什麼 還是說 這九張應該是 333得到一個 這個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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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不是什麼呀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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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沒錯了 農家飯店23組5號 找到了 你好 打擾了 有人嗎 大海 大海 我叫大海 歡迎大家來個同步村 收衣服 為啥收衣服 哎呀 好煩啊 我裂開了 你出啥事了 我懂了兄弟 啥也不說了 也沒什麼好安慰你的 也沒什麼好安慰你的 朋友 看這是什麼 把這兩個東西給他 他也給我 保障 我現在已經沒心思吃了 那怎麼了 為什麼沒有心思了 人是鐵 飯是鋼 一頓不吃餓的荒 我 我直播間那天有事 我得先過去 啊 那我在這兒合適嗎 我真得走了 拜拜 你有什麼要跟我說的嗎 你不拿著吃嗎 我真不餓 謝謝 好 接下來的推理 就在我屋 這裡了 破碎的玻璃 溫暖的照片 浴室大海和紫衣 他們兩個 青梅竹馬的獵人 想不到他們現在 支離破碎 今天推理很快 是精神很好 現在 雖然很抱歉 但是我現在必須要來翻一下大海留在這裡的行李 我看看大海有沒有給我留下什麼信息 記帳本 這麼明顯的三個大字 記帳本 記帳本 村委會 理解的充電寶 我不理解 然後充電寶後面帶著一個鑰匙 這是不是要意味著我們又要回到村委會去找理解呢 連獄民宿 何老闆 郭老闆 上面是個雨傘 這是有規律的朋友們 畫重點了 有規律 六組 七號 唐大哥加了個槌 衣物是彭建興 然後加了個藥 圖書是吳哥加了個眼鏡 農家學社唐小妹 然後是一個針線 不好意思去找這些 我要找到這幾個符號背後的規律 鑰匙 解到這幾個符號 面對 一清二白 我只能确定说这个东西是我要得到的一个词 一清二白 上一季出现青红皂白之后 这一季又出现了一清二白 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上一季的那个青红皂白 就是有什么邪灵梗 后来一清二白那是不是就是小丛半豆 脑子里面闪过一个邂逅雨 小丛半豆腐 可能是小丛半豆腐 小丛半豆腐 年轻辑 小丛 穿 绘腾 穿 穿在哪儿啊 有人吗 哟哟 去哪里复制道具 那个小卖布 我要去复制道具 体面人谁去复制道具 我要去我干不了了 靠脚的那个 我干不了了 我不体面 哦 春 春 三点半道具是不是啊对不起 三点半复制道具对不对 对 你去吗 体面人谁去复制道具 春 春啊春春春 在小屋里面离留爱房间都长了 你没有发现 跟春特别有关系 休息间也没有跟春相关的游戏 客厅基本上就啥都没有 卧室不能跟春有关系吧 卧室里有一只猫 霸占了小齐的窗 你只要不撒尿你想干嘛都行 你只要不撒尿哈 转一圈吧转一圈 咦你们在这干嘛呀 等着复制道具啊 哦 谁还复制道具啊真是 怎么浦哥是来看一看我们就走啊 看一看你们逛逛小麦不 嗯逛一下 行 浦哥对复制道具完全没有任何想法呀 烤肠能试吃吗 可以可以 烤肠也可以试吃呀 嗯 蜃蜜姐 我们 是 三点半准时开始吧 如果三点半没到是不是自动弃拳了 阿普 体面人谁复制道具啊 哟 本节目由曼陀斯薄荷糖联合冠名播出 酷爽就样曼陀斯 随心探案超好吃 来吧 来各位请站好 武琴系的第59代传人画一老师 正在我们的这个头目村推广武琴系 武琴实验 那你们今天的任务就是 每个人过去找老师学习一段 武琴系 那么我跟画一老师的助理 会进行这次对大家的评判 只要过关了 就可以获得复制道具的机会 然后这一次谁成功了 可以对那门喊 你的道具都会出来 好 敬全礼 大家好 我来自画陀故里 安徽伯州 我是国家级飞翼画陀武琴系 59代传承人画一 明镇探案重地址给老师敬礼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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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接下来呢 由我来为大家来去演示啊 我们来自画陀故里安徽伯州的还被称为万全之源的画陀武琴系 我们来自画陀武琴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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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起来的 分nam了 剪下 剪下 6 12 協定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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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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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了 右侧 展 落 白头 白头 眼睛要睁大 眼睛要睁大 睁大 我睁大了 老师 因为我眼睛本身底子弱 杨老师的眼神很到位 非常到位 好 这是老虎 好 接着我们的鹿了 鹿来了 鹿是叫森林深处见林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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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inton 鹿来了 鹿底 模仿丛林之鹿 对 底出去 强地盘 好 来 模仿鹿八草 鹿八草 因为鹿要吃 吃ot 新鲜的草 对 新鲜草要扒开 要转头 好 来 吸气 完了 我老虎已经忘了 呼 接着 熊系 实际上我们要模仿熊的憨笨 黑熊探扰 熊抱树 拉下来 按 按 接着圆斋来了 圆系我们要模仿圆的0米 勾手 左转 右转 左斋 右斋 收 右斋 左斋 收 勾手 提 对 好 清完膝盖 左转 右转 左斋 右斋 左斋 左斋 右斋 收 然后接着就是我们的鸟姓 鸟姓要练出它的轻盈 要有鹤形 鸟抖翅 模仿鸟洗澡的动作 肩膀带动 肩膀带动 好我们的鸟系了 鸟系来了 鸟系的轻盈 准备鸟掌 重心转移 这是我们的翅膀 对 肩带动 准备跳起 非常好 再来 好 接着鸟抖翅 模仿鸟洗澡的动作 要抖翅膀 接着抖起来 你那是蛇 你那是蛇嘛 对 好 抖起来 肩膀带动 因为它要抖掉水分 我们的杨老师练得非常好 来 模仿动物我一决 对 好 来 吸气 好 回正 敬礼 好 好 忘得差不多了 好 辛苦老师 老师来吧 那两个人已经退出了 老师不用管他们了 直接打了 他们俩 他们俩不会再回来 他俩已经退出了 等一分钟 等一分钟 已经过了半分钟 不能等 他们已经做出选择了 他们在五学上已经放弃了 他们在五学上已经放弃了 好 这个经常睡眠不好 大肠筋 小肠筋 手臂上的不疏通 来试一下可不可以 中指无名指并拢 掐在手掌中心劳工学位置 掐住 哎呦 接不住 要去扣住 接不住 但是你那个翘起来了 不可以翘起来 对 我扣都扣不住 不可以翘起来 不会一会儿我们做不到这个动作都算不过了 这个我不怕 让他们去拿到剧把我们获得的健康 排队 先到先来 谁在这谁先 小心不记得 我这拍看一眼了 我来 来 就上一下 我模仿你 我看一眼了 那个路 好认真 精气神有 不错 就是 就一直伸 你别蹲到身上 不是 收了 老师 这怎么样 痛不过 为什么 他哪里是要加强 最后那个动作是录八草 然后你没有八草 我忘了八草了 细节 这些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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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想再试了 舞琴戏 鸟戏 感谢老师 感谢老师 小琪 那你就来一个 你来一个圆 结束了 他不行 没通过 他的眼神过来的时候一定要有气力的 腿也是 好 我来 彭博 彭博 你来一个 鸟 鸟 哥 回来吧 哥 回来吧 鸟是这样 鸟是这样 这是猴子在飞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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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犀利的点评 老师很严谨的 哈哈 很犀利有意思 明白了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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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那他来一个吧 啊 你不是排队吧 没有队了 没了 我们这个 谁想起来 这个顺序已经根本不可能了 那你就从路开始 好不好 我学的精神来的运动 加油 怎么是魔法少女 水冰月变身 代表月亮消灭你 对 哎哈哈哈哈 文涛这个确实做了 但是他没有过扒草 没有扒 扒草 扒了吗 他们说我抖腿的时候我就在扒草 扒草是用脚尖扒草 你那是抖腿 停停停停 停停 主办方觉得大家现在学的太不精 所有人请返回到那边去学习 好 再来一次 拿完了吗 没有 都在去学 老师 弟子们 又回来了 师父 师父 给您丢人了 又回炉重上 但是放心我们没说是您教的 对 我们说我们看短视频学 练得怎么样 全部没通过 都没通过 全军覆没 好严格 非常严格 就是很多细节啊 眼神啊都不对 我们再学一遍吧 老师 对辛苦老师 您再给我们来演示一下吧 你过来表演一个圆戏 如果不行 你还得圆戏 圆戏 老师我跟你说 我长得就像圆 我跟你说 我圆戏可太行了 老师 是这怎么样 做得很到位 看的这个动作也很好 可以 这个可以 过了 过了 学 学有用 太有用了 小开 你现在去那边对着那个门 看到了吗 站点 我想要什么道具 然后按那个绿的按钮 站点 站点 给我一个纯钱块 我这么困吗 不知道他们在浪费什么时间 不认真学习就这样 你刚才在这里学的很起劲吧 我可学的 我可学太久 很认真 我要跟老师闹得好后一会儿科呢 咱五成熙太牛了咱 我必须得得着 哥姐学着呢 过了 开开过了吗 当然了 远戏来了 我的拿手戏 你控制一下你的笑声 还有最后五分钟 我们就要收摊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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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了 辛苦老师 加油 过关了 还得是我 好棒 还是老师教的好 好棒 这唯一就出了我一个高材生 我也很 记住我上是你的弟子里面的 就这些弟子里面的 最棒的一个 不是 大师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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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点赞 师傅 不是 师傅弟子下山 教五成熙去吧 好 传承吧 交给你了 咱必须传承 好 迪哥来个啥 随意 我随意 那你就还从路开始对吧 路 路 好 痛不过 痛不过 这个巴蒂它剥草的时候呢 要用脚尖剥 脚尖脱了又找这 不参加了 走了 这一切都太严了 我回去泡脚去了 阿浦 来一个原戏 好 好 这个通过了 谢谢老师 曹処 二 曹准 恭喜 战点 我要礼盒 然后来一个 秒谢 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这个可以 他做得很好 那恭喜涛涛 那三个名额到了 我收摊了 打扰了 谢谢 我收摊了 很高兴 很高兴 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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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点 我想要钥匙 这是个啥钥匙呀 加入芒果TV会员 每周四中午12点 抢先看正片 遵享超前营业的名学 明侦探学院第五季 会员plus版 好 现在我们第一条线索 推到了一清二白这里 歇后与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 那我就要去找一个餐馆 或者谁家有这道菜 顺路看看哪里有这辆车 你复制的啥呀 车钥匙 你完了 没找着 根本就没有车 它上面 你看那个车上面 有一个三角形的东西 那是个谜题 我都告诉你了 哥 厉害 这很难不是对应一个车呀 这很难不是对应一个车呀 先找一找一清二白 雪佳有小葱拌豆腐呀 去这里面看看 是不是显然山庄 没有什么特色 小吃 这是剧情吧 这是剧情吧 突然出来了摩托车 突然出来了摩托车 我过来了 就这么过去了 为什么村子里面会有 一堆人骑着摩托车 呼啸而过 肯定有问题 来 来 你们把车留给我 你好 你们是来玩的吗 真的来玩的 你们的摩托车要是长什么样 能问一下 跟我这样的像吗 是不是挺像的 有一点点 什么 钥匙没看见了 没看见钥匙了 就是我不知道这个钥匙是什么车上的 来了 尴尬了 好像没关系 这是啥的钥匙 有可能是什么三轮车 电瓶车之类的 这家的小车 我这张真的很像一个偷车的 您好 想问一下你们那种车的钥匙 跟这是不是长得挺像的 是的 这就是这种电动车的钥匙是吧 嗯 谢谢 有 那是不是有个电停车 找了一圈没有找到 就这条线就卡在这儿就断了 没有豆腐 没有小葱 我就先回家搜一下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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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都没有效果 这个只有肉 是不是 可能你当成了 煮吧 我做一个 我们下班就在打电梯里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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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在这儿 节目同款实景 独家原创密室体验 竟在MCT 哎呀 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 亲爱的子怡 我们这么相爱 我们在一起有这么多甜蜜的回忆 但是现在你连我最喜欢的曼托斯 什么口味搭配都不知道 我真的希望你能多为我着想 你再考虑考虑吧 嗯 我再看 了 哇 我再看 我再看 那还有 我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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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這是 手下來的啊 手下來的啊 這兩端是取不下來的 所以是固定的 這個中間的是被取走剩下的 所以它只取了一盒青蹄 兩盒白桃 所以它喜歡的口味應該是 青蹄和白桃是1比2 所以它只取了一盒青蹄 所以它會更喜歡白桃一點 感覺是這個意思 真是裡面的線索嗎 真是啊 啊 真是 我才不信你 不用這樣不用這樣 真的是啊 你拿什麼呀 這個和手機啊 小老師好 小老師不是那輛車嗎 哪輛車 家門口那輛 不是那輛綠色的車 真的不是 真的不是我這個我不騙你 我現在就我在盤其他的 好吧 拜拜 拜拜 1比2代表啥呢 現在有兩條線索 都到了不是很有頭緒的力 先回家再搜一下吧 在學院小屋裡面看一下 跟曼陀斯的口味搭配 相關的線索 以及跟春相關的線索 臥室還沒有仔細看過其實 回臥室看一下 什麼 一些水來的感覺 跳也不真春 十把 出白 春天里春 春天里春 完了 全卡住了 里面有小码 小码都没有 North is a 不脱万 不脱产 web 通知 不脱产 优优独播 你什么人杀呢 这是什么草 这是什么草 这是啥呀这是 采云子 当时觉得找到春之后 这个春应该是有更多的信息 就是什么画板背后会有回到体压之类的 但是发现没有任何其他多余的信息 所以相当于我这一部得到的就只是一幅画 那幅画实在看不出来是什么值 因为其他都是值 或者说我有没有见过这个类似的景象 显入沉思 显入沉思 春片里春 3657是什么东西 你 三六五七 三六五七 三六五七是什么东西 是什么东西 我哪知道是什么东西 三六五七 三六五七是啥 这直播间好奇妙啊 这直播间就是一个直播间 哎这是个啥 分析 分析半天 分析半天 不就得到一个四位数的锁吗 那你说三六五七还能是什么呢 三六五七还能是什么 各位直播间的老铁们 欢迎来到No.1直播间 今天我们给大家直播解开一个 带密码锁的 带密码的锁好不好 既然不知道密码是多少呢 我们一般会使用暴力穷举的方式 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先试一下三六五七吧 也许三六五七就是最终的答案呢 这个锁为什么没有按钮啊 我刚刚吹牛都已经吹出去了 这直播间的朋友们 不是 让我再看一眼是多少 直播间的朋友们 难道是三六七五 有个日历 2021年离子一直播日 离子三直播日 离子五直播日 他们从八月开始 八九十十一四的月 十二月他们为什么没有直播呢 会不会有什么规律 通过他们他们是以某个规律在进行直播 然后就能确定他们十二月份是怎么排班的 十二月是空的 那个柜子里面有十二个礼物 里面也有很多的日期 十二月份的排单表就会是一个某个东西 离壳里面都是十二月的日期 那一定是要锁定到一个日期 然后去再去看对应的东西 上面有什么线索给到我 就要看是哪位大姐在直播 日历上的干扰项非常多 你比如说日期是数字 然后星期一二三四五六七也是数字 然后图形排布的规律也有可能 日历里显示他们是八月八号 这个直播间是八月八号开始直播的 八月八号是什么日子 是我们北京奥运会开幕的日子 八月对我好一点 喂你规律是什么 看看我们开播的哪一天他们在干什么 他们在休息一定是在看我们节目吧 啥意思呢 啥意思啊 他们播的次数很不相同 吃两口可以吗 辅助一下思考 这真不是锤是真好吃 我能不能这样威胁导演组 给我线索不然我就把这个屋子吃光 吃光 我可以不吃晚饭吗 我觉得我的晚饭在这里能解决 你看主食蛋白质 维生素 我太能直轮了 我录完难道会胖吗 走开 走开 二十二号 在干嘛呢 在找宝藏 有线索是吗 赶紧复制了啥 你说我 你猜 我复制了猪 你呢 你呢 我没复制啊 我知道 对啊 没复制上 ok 你之前的是谁 之前的道具是 是那个小布包 那个球 小衣服是吧 对衣服 好的 走了有了 离开了这个充满食物的地方就会饿 有了 会跟摩托车有关吗 哎 那我们这会不会是大海的 他们一起做直播带货 他有可能是做了坏事 所以他在选择用汽车 代替了摩托车 那这个字母又是什么意思呢 我不知道 所以我们现在去找一下这个庞大海 哎哥 现在打听人呗 庞大海 家住哪啊 不在这儿是吧 就这样人都找不到 咱们找地儿肯定找得到 对吧 咱们找个车站还是找得到的 咱们去到汽车站 我们去找一下 看一些地图吧 我们去 售票处或者说是一个 大型那种汽车站 我发现没有 嗯 这是啥呀 天呐 太厉害了吧 酸水大师2.0 太炎人 现在我就是彭博 我现在就是不易君 我每天早上起得最早 别看你齐思君起得早 我顾文涛可一直盯着你呢 你们几个小屁孩在我面前 自称套路度都给我退下 比我更可能找到你吗 没可能 哈哈哈哈 这个游戏是端水还是泼水 推倒你了 来来来 我们是这个XX对不对 你们是错度 来你们就推了 这啥子 啊有加了 对放吧 来吧 推不了 那啥推不了 可以推啊 那就推了 我就说这里可以 但如果我们都连在这儿 他后面会 他帮我们连起来 他也容易连起来 哎呀名牌都快着打吧 我可以下一步让他必推得起 推吧 我预判了你的预判 有加了哎 他一定有一个地方是能用到这十二八要 这本书告诉我 我可能要去找一下小刘 拼图有一千块 这者是这者 拿出鼠跑步机的毅力 我感觉这里的一切都很古怪 处处都像线索 青庄上载 素杂素觉 所有的上面都有这个花 让我们找到那朵花 然后让故事再建议 研究一下这是个什么东西 大海偷偷摸摸去干嘛 我觉得现在是需要再去一下大海那里 这是某个东西的组合方式 哎 这是一个数字 啊 单方面取消了 魂约 哥 这啥你 我再差点口粮 我待会走路去 多拿点多拿点 不吃饭了呗今天 来点 来来来来来 谢谢哥 你下午靠他了 这边呢就是我们平常直播的 南波外直播间了 小琪小琪在前面 你敷空场啊你 谁 人家的直播间 怎么能做哪儿 我已经交给你们 都没在做 那我得抢住 你们俩 小琪 小琪 这七个男人呢 赶紧小琪 七个人直播确实是有一点 今天拍一发五啊 赶紧下单 拍一发五 拍一发五 直播呢 行姐 我们总共就四包 好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直播间朋友们准备好了 三二一 站立体 什么 空了 每个人呢有一次机会 每个人一次可以翻出两块盘 小小乐是吗 这个 能出来一个出现过的 有啊 有重处了 上微博参与明侦探学院话题讨论 一起探寻神秘宝藏 更多节目精彩内容 精彩新浪娱乐 微博综艺 新浪综艺 关注明侦探学院官方微博 了解更多番外发序 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 微博 首先合作媒体 新浪娱乐 微博综艺 新浪综艺 首先合作新闻媒体 新浪经文 展示移动资讯平台 网易新闻 网易舆论 网易谈新顺 短视频互动平台 抖音 深度支持合作平台 苗东百科 世界如此简单 感谢指定问答社区 直呼 新闻客户都合作 一点资讯 早可 短视频合作平台 快手 特别合作 UC 夸克 青宝帮 智联招联 百度收入法 WiFi 万能钥匙 探探 智行 讯分输法 横影圈 感谢媒体支持 中兴网 凤凰娱乐 腾讯娱乐 搜狐娱乐 中国青年网 北青网 国际在线 青龙网 中国娱乐网 三六零娱乐 猫虎娱乐 红网 华生在线 新浪湖 亚洲娱乐网 就是有你 不再伪装 让真相闪耀生命的每分每秒 就算世界难度升级 我们手搭在一起 就是谜底 做No.1 成为宝藏 真相就是 我会永远 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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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陪你 My best friend 和冠名播出 酷爽旧样曼陀司 随心探案超好吃 加入芒果TV会员 抢先看正片 遵享超前营业的名学 明侦探学院第五季 会员plus版 明侦探学院第五季 寻宝总规则 在同目村里 埋藏着六个神秘的宝藏 分别是可以兑换不同宝物数量的兑换券 谁找到 就归谁所有 学员们可以利用各自获得的初始道具 和仅供拍照的寻宝手机 去村庄里寻找线索 这些初始道具会指引学员们 一层层揭开宝藏真相 形成推理线 而六条推理线 最终指向的是同一个残宝地点 请注意 第五季的每个宝藏背后 都有一个神秘的故事 等着学员们去探索 在推理过程中 学员们会不定时触发剧情 在寻宝过程中 推理越深入 故事剧情越完整 学员们寻找宝藏的时间限定为 从现在开始 到明天早上九点 另外 在此期间 学员们还将进行多个游戏比拼 在游戏中获胜的学员 可以复制其他任意学员的初始道具 道具越多 提示越多 提示越多 则找到宝藏的几率就越大 但请注意 在寻宝过程中 不能故意移动 或藏匿线索提示 如果有人率先找到宝藏 请一定注意保密 因为在明天上午十点 将会进行一次不公开投票 所有人要投出你们心中认为 找到了宝藏的学员 投票结果一 如果三位或三位以上的学员都投对 那么找到宝藏的学员 就不能拿走宝藏 这次的宝藏 就会累积到下一次 投票结果二 如果大家没有检举出拿宝藏的人 这个人将拿走对应数量的宝物 投票结果三 如果现场出现评票的情况 只有其他四名学员现场删定 最终检举人选 当然还有一种特殊情况 也就是没有人找到宝藏 那么这次的宝藏就会清空 不会累积到下一次 一周不见 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 学员们当前持有的道具 寻宝过程中 磅礴将有褶皱的白衬衣 用挂烫机运屏后 得到散 鹿 七 五 同时根据白衬衣上直播间的标语 来到南波万直播间 用三鹿七五谐音 对应数字三六七五 打开带锁的盒子 发现里面有一本日历 齐思君用11块钱 在贩卖机里买了一包芒果干 和一瓶八宝粥 刮开芒果干上的刮刮乐 得到线索第23组5号 前往后发现行李箱 有一个空障本 一个贴有图案的电子秤 和许多包裹 且每个包裹上 都贴有不同的人名 地名以及图案 文韬根据李河里卡片 背后的图案 与曼陀斯对应 得到成语一清二白 一清二白 从而联想到歇后语 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 并在学院小屋的厨房 找到一个豆腐 和一个小葱的冰箱贴 蒲一清根据手机里大海 和紫衣的聊天记录 锁定放心上为重要信息 结合手机壁纸上的文字信息 得到心上的字为春字 并在学院小屋的卧室 找到一幅春的挂画 推测需要寻找 与挂画对应的线索 扬底打开包裹 发现一封信和许多泡脚包 且每个泡脚包上 都有药材名 根据泡脚养生 前往周氏养生馆 寻找后无果 于是将泡脚包 放入水中浸泡 发现水变了颜色 但无下一步推论 石凯利用手中的车钥匙 找到对应的摩托车 用钥匙启动摩托车后 根据车尾器喷到白纸上 得到密码278 成功打开摩托车尾箱 获得9张背面印有不同底纹 且有字母的车票 推测字母可能组成单词 学员们的寻宝之旅仍在继续 但紫衣和大海之间似乎出了问题 破碎的合影 匆忙收拾行李的大海 好的 谢谢您 当时我准备开始去 笨子里的车站 于是我来到了 童木村公告栏地图 发现童木村公告栏 这六个字是和我的车票颜色 是对应上的 这六个字是和我的车票颜色 这六个字是和我的车票颜色 这个字是和我的车票颜色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刚刚九个 太厉害了吧 我现在我现在在写这个 因为我刚才得到的那个英文字母 在对应这上面的空隙 我只能通过书法的一些痕迹来对应到一定的位置 是 得到一串英文 Y O U D E R Y U A N 这什么意思呢 然后这个假如说它是一个拼音的话 会得到一个 尤尔 尤尔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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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尤尤尔圆 圆不都尤尔吗 尤尔迷猴 尤尔圆 这个应该又是一个谜题了 我觉得我在最后一步了 尤尔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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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尔圆是吗 尤尤尔圆 尤尤尤尔圆 尤尤尔圆 尤尤尤尔圆 尤尤尤尤尔里 尤尔尔圆 尤尤尤尔圆 我手里没两块钱 天呐 那个碗桥也太漂亮了吧 那个碗桥 你站前面来快给我拍张照 到啦 里面有人呢 哈喽 可以进来吗 可以进来 幼儿园 看一下吧 嗯 不玩 是这样吗 我觉得好吗 我们来看一看 四处找一找 种植区 当时我来到那个幼儿园的时候 我觉得线索可能藏着一个地点 就比如说每个角落 花坛的颜色轮胎的颜色 还有那个小孩们都爱玩的那些 动作器在滑滑梯平衡木 然后一些指示牌 每个房间的一些门牌板 又是远 真是奇怪啊 这个凉秤很可疑 上一步得到的东西 分别是芒果干和八宝粥 打开芒果干的刮刮乐之后 看到了有一个23组5号的地名 23组5号 我们去找他 所以我就直奔23组5号了 房间里面发现了一个已经收拾好的行李箱 行李箱里面有很多的收纳带 收纳带上面有很多的便签条 分别写的是不同的地名 人名以及一个符号 我感觉就是这个秤 电子秤出现在这里很不正常 看看能不能在电子秤上是不是和这个东西之间有几个关联 电子秤出现在 我一开始先撑了一轮所有的物品 并没有找到其中的规律 上一部得到的东西 分别是芒果干和我拿的那个八宝粥 芒果干已经看完了 但是八宝粥还没有看过 是不是 不是 看另一个地方还会有 有东西 哦 在八宝粥上面同样和刚刚有一个23度好一样的字眼 在这儿有一个称重的东西 称上面一直有一个天平的符号 这个天平的符号在我这一块八宝粥上面上面写着再来4平 上面写着再来4平 上面写着再来4平 5 1800 1800 1800就正好是充电宝 现在去往村委会找寻理解 因为在村委会理解的标签后面有一个钥匙的形状 其实正好没搞懂这个钥匙的形状到底是什么 可能是去李姐那找钥匙 请问哪位是咱们李姐 你好你好李老师你好你好 我是大海的朋友 您之前借给他一个充电锅对不对 和充电锅一起的那个钥匙您还在吗 那我能看一下您那钥匙吗 可以啊 谢谢 让我看一看 这个钥匙是在哪里用的 您也不清楚 我能把这个钥匙借用拿走一下吗 可以 可以是吗 大海没说这个钥匙是在哪用的是吧 他这人怎么这个样子的 毛毛糟糟的 东西放这也不说清楚 谢谢李姐 谢谢您 您知道咱这有哪些储物柜 或者放油储物柜的地方吗 行谢谢 先去寻找12把钥匙里面 是不是真的能挡拆哪个地方的小柜子 12把钥匙 钥匙料上的那个吊牌呢都是蓝色的 那会不会我要找的那个柜子上面正好有蓝色的这个这个标签的字样 于是我先去了上一期宝藏寻宝当中知道的这个健身房 然后健身房关门了我又回到了家中的储物间 储物间的柜子呢明显不适 我的希望就在跑脚包 母亲线没有什么进展 我就决定继续弹我的那条线 这橘色是不是没关系啊 就来吃吧 就吃吧 诶 嗯 这是什么黑科技 本来的颜色好变 它莫名其妙呈现出来东西了 但有些不显示 这是什么黑科技 这个水好像不是很烫 它这个黑科技需要多烫的水 我来我搞一壶聚烫的水 看到那个标签呈现 在温度升高以后 它比之前温度没有那么高的水的时候 它呈现出一些变色 我就觉得那个标签肯定跟温度有关系 我就索性烧更热的水来泡它 热水糊 热水糊 就它得了 我怎么有点晕呢 终于烧好了 好烫 好烫 颜色变了 我希望会变颜色了 不在买 我看好了 蓝 黄 红黄蓝 这几个颜色有什么用的 变了颜色没那么简单 有没有这么摆布的一个图 不知道 不戴这个 先藏着 我去看看有没有类似的形状的东西 这个颜色 我现在应该去哪儿呢 我刚才去哪儿 我刚才把洗脚包泡脚包上面的标签撕下来以后 我现在一头雾水 我去海豹栏那边看一下 我看一下有没有类似的海豹 在哪儿都 卫生站 这有个新开的卫生室 我的妈呀 我看到了跟我有关的东西了 我看到了 原来在这儿 小葱半豆腐 小葱半豆腐 好家伙 人民教育出版社会 还真的是在说 这很像是一个高中存款的书 本节目由曼陀斯薄荷糖联合冠名播出 酷爽就样曼陀斯 随心探超好吃 加入芒果TV会员 抢先看正片 遵享超前营业的名学 明侦探学院第五季 会员plus版 手机的初始道具 根据 聊天记录里面的 放心上 和壁纸上的那首琴诗 得到星字上面的字是春字 卧室里面有四幅画 春夏秋冬 那么那个春 那幅画就是最重要的 四幅都是 近距离的特性 其实想过有没有什么摄影厅 但是没有 没有什么摄影师吗 没有摄影工都是 去驿站里面看看 感觉它这个像素什么的 就像是这种 就像是你放在这种 就像是你放在这种 有个画 有个什么的包装 我本书 小包布再转一圈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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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好啊老板吃了没有啊 有可能 啊 来咱们试吃的可以吃的 不吃了不吃了对对我来吃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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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 老闆 老闆 實在不然跑肚 先去到廁所了你再另一口慢慢看 哎呦 這也太像鼻蛋上面的花紋了吧 從首先春上面不能是 不能是這二八點的植物 因為沒有植物是黑底 他只能像是一個家的黑白濾鏡的這麼一個圖像 但是跟這個上面一對比起來 簡直就是 木頭色皮蛋 嗯 皮蛋上面了 都纏了一圈這個 這是啥呀 啥呀這是 還要再去找什麼東西啊 還要這個 這個圖形再去找 還有多少層啊 還有多少層啊 不是吧 這動靜得多大呀 天啊 我的才多少層啊 哦 我的天啊 這個圖案 其他都是什麼地方嗎 我還真有藥 我要在这抓药吗 木瓜 在这 真的有木瓜 勾腾 我发现了 我要用的都是戴耳装的 夏枯草 还有 我不懂 我真的不懂 夏枯草 我先把它拉开 我是不是只需要把它拉开就行了 绿枝 紫苏 织母 织母在这 紫苏在这 紫苏在这 这是个沙马 这是个沙马 一亩草颗粒 我刚开始忙顿照表的那一刻我就觉得盲文这个 点针的排列跟抽屉拉出来以后形成的图案一定是相对应的 每六个抽屉就形成一个图案 你这边可能拉多了 哪个点是重要的点 蓝色 蓝色 黄色 蓝色 蓝色 我用蓝色当重要的点 然后仔细一观察发现药材箱上面都是蓝色的点 要把所有蓝色的药材都得拉出来 《细祇》 《鸡血腾》 《方规》 《蜂蜜藏》 《方知》 《诅诅者证》 《当时》 《爱与爱情》 《红花》 《语真》 老姜和木瓜 老姜和木瓜 这下有吗 活 我 我的空哥 拼图 拼图就在玩游戏室 游戏室那个拼图我要把它拼出来 也太难了 这么直接的线 只有它是拼图吧 但我这个合理吗 我怎么拼啊 这个拼图拼出来就是它呀 有什么好拼的呢 难道把它拼出来以后 拖出来的那几块就是线索 但我真的拼不下去怎么办 太多了 一千块 这个拼图有一千 晚上再过来看看吧 这个 当我回到厨房准备再检查一遍的时候 我突然注意到冰箱贴上面 有一堆食材里面就有一个小葱和一个豆腐 然后翻开后面发现好人大物 我原来这一定是我想要找的东西 一个比较于出版社的一个公史 那我就是肯定要去书房里面找一本书 这个纸箱非常明确 十二 回来找群在书海里面凹响 好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怎么这么多人 想不到我也在 密密麻麻 你们都指向这里了吗 没有 就是在不知道要干嘛的时候 一般都会来这里 都谁在呀 我在 我在 把所有人都交上来了 我们一起搞一下那个火锅呗 好 吃火锅了 走吧 来了 我说咱们迅速整完就吃了 太冷了 来呀 这么多个锅 三个锅 有底料吗 底料好像在这边 我给你看看 火锅汤料 这有麻辣有清汤 这可以做鸳鸯锅 就两个麻辣和清汤的 好冷啊 因为太冷了吧 去换个那个 你去换个有袖的 去换一个有绒服是吧 去换个有绒服是吧 你这个不行 你这样这个透风 好好好 我去搞个有绒服去 我也穿个外套 我是正好在要吃饭的时候 那会儿其实我已经找到那门书了 但是我没有太多的时间去看 那会儿书房有人 我是觉得这是一个公式 我可能要找到那个公式在哪里 我把它拍下来 这样我就可以 在吃饭的时候思考了 所以就是 这借口找衣服的瞬间 我跑到那个 书房里面 加入芒果TV会员 抢先看正片 遵享超前营业的名学 名侦探学院第五季 会员plus版 来 请来朋友们 终于吃饭了 好吧 因为现在这个天气比较冷 所以今天我们就吃火锅 好好 边吃边聊 好暖 熟了吗 你这个 这差不多 应该差不多 这给你拿一个 这些 冬瓜好好吃 面条 正道 白骨好香 你们那边都不咋吃 发现 怎么感觉在吃烟 好咸 我吃了一口啥这么咸 底料咸 厚咸 好咸 好咸 阿婆我看微博 我看到你是不是前两天 有一个什么演出 一个表演歌 毕业汇报 表演课毕业汇报 在外面学的表演吗 学校 就外面的一个工作室 是啊 是那位很著名的老师的工作室 哪个工作室 刘天池吗 应该是 那你完了 阿婆这要是没演的不好的话 哼 看你怎么交代 就是为了拿到之后 跟你们演报的这个版 跟谁演啊 明天就考验阿婆的演技 已经不用报班了 哥你演的已经很好了 你不用演 哎呀吃饱了吗 一定是吃饱了是不是 差不多了 那我们吃完了 我们收拾一下 一会就要玩游戏了 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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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进行我们今天的这个分组游戏啊 叫做端水大师2.0 2.0了 这个游戏的规则是这样的 六位学员自由战成一排 每位学员将获得他左手边学员的头像 最左边的学员获得最右边的头像 成为该游戏中他的代言人 并根据新管家的问题进行判断 当认为该描述符合这位学员时 就高举手中的头像 当有三位学员同时取牌 则分队成功 头像上的这三位学员组成长队 其余三位为短队 瑞领 瑞领 我是文涛 我拿你 那我蒲亦欣 我现在就是蒲亦欣 蒲亦欣就五四五刻 武器系达人 请听好 你觉得 他 他是你们当中套路最多的人吗 套路最多的 三 二 一 开始 有四个人 我说是阿普 我觉得自己是阴谋最多的人 我现在觉得我以前做的事 我都 他 他 他 阿普为什么举小气 大家别看我老实憨厚 喜欢打螺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每天早上起得最早 在大家都在梦境里的时候 我早就起床去探索宝藏了 你每次起床还不叫我 哈哈哈哈 我还会在别人找到的地方 但是没找到 然后第二天早上再去那个地方 就把宝藏找到 哈哈哈 别看你齐思君起得早 我顾文涛可一直盯着你呢 在我顾文涛面前 你们算什么 回去我家里看看 我家的宝藏都堆成山了 这个游戏是端水还是泼水啊 就是 文涛为什么举阳底 这样我咋了 我这不挺老实吗 作为这里面经验最最丰富 你阅历最多的人 你们几个小气孩在我面前 只成套路都吧 都给我退下 哈哈哈哈 我还在这真没套路 因为没这机会 都太太诚实了 没给我这机会 还没来得及 把磅磅没举啊 我觉得凯凯是个老实人 来来来来 伯伯称这句话 接着晚上 今天晚上拿灯照你脸给你 让你看清楚他 然后晚上三点 现已受识了 对 这题也有意思 你觉得 在这次寻找宝藏的过程中 他会比你本人更有可能找到这次宝藏吗 三二一 只有三个人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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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喂我作为阿博代表我都没举 哈哈 比我更可能找到你吗 没可能 哈哈哈哈 你因为这太过分了 我郭文涛 哈哈哈哈 现在已经拿着了 就陪你们演一演玩一玩 我郭文涛现在摊牌了 摊牌了 我不装了摊牌了 他说你现在这边需要法物的话 我们这边就直接把他带走了 哈哈哈 哈哈哈哈 抓走这个人专门站在右边黑我 那个文涛为什么 你觉得我比你容易找到天哪 鱼哥刚才来之前跟我说进展很快 我不想给你们玩了 我要准备去推我的线索 啊你又觉得我不可能比你先找到 所以哈哈 我就说我有点进展了 到他嘴里就变成我进展很快了 你的耳朵是自动过滤掉一些信息 会导致另外的话 是不是 哎彭博觉得小凯是 谢谢你 抬举啊 真的有可能 因为我下午看到凯凯在秋千上 一直在那边沉思 你走近看一下 他眼睛是睁开的壁上的 哈哈哈哈 哎杨丁你为什么没有举彭呢 我彭博 这个崴脚已经崴了两周了 哈哈 我我跑都没别人走的话 就算同时跟他保证 我抢都抢不过任何人 哈哈哈哈 小凯为什么阿普没有在你的名单里 阿普就是感觉 他现在都没有推 知道是 啊 阿普现在可能已经插在身上了 我知道所以我 我去装一下嘛 我都知道他拿的了 我就跪不去 他怎么可能呢 来阿普你为什么要举小凯 因为现在还是晚上嘛 我骑斯君要拿宝藏 一定得在早上 如果是明天早上玩这个游戏 他就举了 天不亮我不透宝藏 哈哈哈哈 分队顺利地完成 文韬 杨丁和小凯是一组 然后你们是长队 然后剩下的三个人是短队 接下来要提醒大家的是 这个将是我们这个宝藏最后一次复制道具的机会 所以长队短队多多加油 好 这个游戏叫做推倒你了 请听好这个游戏的规则 本轮游戏为3v3团队战 两队居然各代表一种颜色 且分别拥有14枚完全相同的长方体棋子 双方石头剪刀布决定先后手 先手在棋盘上任一方格直立放置一枚棋子 接着后手推倒这枚棋子 并且在任一方格直立放置另一枚棋子 依此类推 若先手放置棋子后 后手无法推倒该棋子 则后手可以直立放置一枚棋子 若棋子可被推倒 但后手选择不推倒该棋子 则由先手继续放置 已经推倒的棋子不可以再被移动 每轮放置棋子时 顶面可为任一方的颜色 所有棋子被放置完后 游戏结束 游戏目的为搭建加 至少有3块边与边相连的方块 才能成功搭建一个加 结算胜负的方式为 比较加的数量 数量多的获胜 如果加数量相同 则比较最大家的面积 面积更大的获胜 如果最大家面积一样 则比较第二大家的面积 以此类推 获胜队伍的学员 获得复制初始道具的权利 这个游戏我已经准备好复制道具了 来 首先石头剪刀布 决定先后手 来 放吧 完了 手套没戴 没来手套直接来 小西来 打没有手套的杨迪 简直一如反掌 石头剪刀 石头剪刀布 耶 我们先 我觉得这游戏后手 这个游戏后手是巨大的优势 后手必赢 必赢 天头 我们决定后手 我觉得现实游戏先手毕莹 先手毕莲 先手毕莹 这先手简直没有输的通间 今天就让你们输 来 我们是这个XX对不对 你们是错队 打个X 错错错違う错错 错错错kill 你的时候 前面几步都还好 对对对 可以站中心站边站脚是好的 因为你可以这个分散来打吗 我知道了 可以放中间 放中间让他来放 好 好选择了中间的位置 来我们就推了这下方的 肯定推 对对对对 然后我们下一个 就是放在他们必须要推的位置 那我们就这么放吧 你先跟这个 你会这么放 他就只能往这边推 这一块 你也可以 这吗 有加了 耶 来吧 你会这样放在放在那边 你这样放上去 他就必须要这样放倒 然后我们就是两条 因为我觉得在游戏的前期 你要尽可能的多占据一些位置 而且让自己的图案尽可能的别连在一起 所以 刚开始的时候会选择比较靠边 或者甚至是脚 甚至是没有什么选择的位置 你觉得呢 可以放吧 压 推不了 这啥推不了 可以推啊 两边都是差 关键你现在不推的话 就是直接让他们就是成了一个家 反正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直接走的 我们就可以去别的地方向 对 我们不理这儿了 不理这儿了 对对对 那就推了 我们就要推 还有在这里那啥 我们就跟他们继续纠缠 我觉得这个我们就放那儿让他们推不了 放这吧 放这吧 来 推吧 这里怎么样 只有这里是一定能要到一个篮的 对吧 没错 很迅速的做了一个决定 那儿甩了一颗 我觉得可以让他们接着摆 我也觉得 因为你推的话 他就变成两个了 你现在不推他只有一个了 就是我们不推的情况下 让他废掉一下 好 好行 我们不推了 确定 短队继续 你们下一枚 我就说这里可以 再顶他们一局 但如果我们都连在这儿的话 他后面 他帮我们连起来了 他也容易连起来了 如果现在这个定格在这儿的话 我们不如去打过一地方 因为他们要读我们这里 往那边走也行 往那边走 来吧 又是这种子 不推 他已经成了一个家了 但是我觉得前期不能让那个家自然而然的形成 我是觉得推了吧 就是一定 他之后他需要用一个棋子去成那个家 就是必须要再用到他一个棋子 试试看 那我们就在那个中间小一个 他推无论推不推我们都有家 那下这了啊 好的 啊 他现在就是一个大的 我们就不用管他 让他们继续吧 你们继续 请继续 在这一步之所以选择不推倒的一个原因 第一点从规则上而言的话 我们其实是先手开始下棋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 对方下完一步棋之后 我主动选择不推倒 让对方继续下棋 使我们自己变成后手 那么长队继续 我刚才觉得这个其实就是 他们那部棋下的挺好 下到这之后 我们必须得推 推完了还是他们的颜色 就这种棋是 帮他们追轮次的棋 我在想 因为你现在下到他有可能不推 然后你如果不推的话 你其实下在这 在这就是把那个家放大 他如果不推 我们的家更大了 你觉得 嗯 听你的 我觉得这个决定是可以的 是不是可以不理他 是 因为推了也是一样 推了就是变更大 你们继续吧 啊不推 他们一直不推的话 我们只能一个一个在连 你还不是放一个他 他不推也没办法的 被他们逼着下了两三步之后 我们觉得必须要逼迫对方 去下棋子吧 所以我们要逼迫 所以就会把我们的棋子选择 下在一些 没有办法被推倒的地方 这样必须要转换轮次 我就下这吧 好 现在这颗推不了 我们必须得下了 这里 嗯 中间 我觉得我们现在至少两个 因为我们这 他帮我们断开了 哎 很迅速哦 我们谁啊真的是 在下这 现在这边他更不会推了 他爱推不推他不推 我们这边还可以再接着连 行可以 这个我不可能推啊 为什么要推他 不推的话他也能连 他就直接在这放一个 但他还是要费一个 嗯 那就让他下吧 好 继续 他不愿意下棋 他就让我们成家 你们往里面再下一颗 你们往里面再下一颗 你们往里面下 这就是一个家了 他又推不了 他就该他下了 我们这个早晚可以下 你不管他 就这吧 因为也没有别的地儿好走 先把成一个家吧 推还是不推 这个 想想看 嗯 不能推 好像不能推 因为他一旦放倒的话 他可以构建两个家 他这边一个 然后那边两个对吧 所以就不要放倒了 不推 如果我们再下这儿的话 对不对 我们要还不推 他接着不去 我们接着下呗 就这样吧 没事 好来 推不推 没什么好推的吧 推还是两个圈吗 不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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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 就让对方先下 就是先消耗对方的棋子 假设是前期 你的前期的布局是够的 如果你后期还有排的盈余的话 就是整个场上就是你说了算了 你看嘛 他们不推的话 就是要等到最后填字 我有一个好主意 他想填字 就看他们推不推吧 就放这儿 就看他们推不推吧 就放这儿 我想推 可以 上面那个树粉 对你保的就 嗯嗯 推了 推了 这样放这儿呢 他可以不推 他推下也是叹 有加了 不推吗 不推啊 怎么推啊 因为现在麻烦的问题 一旦把他推了的话 他就有更多成为加的可能性 先不推吧 好 蓝队继续下 就这里给他一个选择 可以 他还剩 还剩七个 你剩下的只够最多一个加 然后他们现在能搞出五个加 很难很难 几乎几乎不可能翻盘 那我觉得可以说 当时就是已经很被动了 就是 就是发现我们 我们没有办法 强制的逼迫对方去下 这个游戏在于你必须要 对对方有威胁的时候 他才有推倒的必要 但是我们的场上呢 我们的颜色的棋都连在了一起 他确实没有推倒的必要 真的应该机会没有了 只要我们比他多到一定数量之后 我们就已经必胜了 虽然没有办法 穷举出所有的可能性 但是只要能防住 我觉得就问题不大 感觉输的点就在于 我们太过于想着去 实行一个两拳的一个方法 因为其实这步 这个棋的这个变数 其实是很大的 在推与不推之间会形成 默默会形成一些差距 棋子用在家的面积 或者说组长他的时候 我觉得那步棋的意义 不是特别大 慢慢地就变成了我们一直在 消耗我们的棋子 所以我觉得总的来说还是有点不配 所以这一轮我们获胜的是短队 恭喜 那小琪你要复制的是哪一个 我要礼物盒 好小琪要礼物盒 我来个那个泡脚的吧 我要个车钥匙 节目同款实景 独家原创密室体验 竟在mct 走 出发 今天晚上睡外面都停 我的天哪 怎么这么冷啊 真不想出去了 你们道具拿了吗 道具找谁拿 道具不当场就给我们了吗 道具当场给我们了吗 当场给你了 我递给你的车钥匙 你递给我的车钥匙 对啊 来 车钥匙 走走走走走 出发出发出发 谜题还没解出来 继续拼懂 你要出门吗 我不出门啊 哦 我在游戏室 我不想去直播间 对啊 我现在拿点吃的 又饿了 不是 我就馋 你复制了什么 最后 你的 你的 我现在就跟着你 蹭目步步 原来是在游戏室 别跟我自己动动脑 我去动脑了 这是我的吗 动动你的脑 哦 原来跟脑有关 跟这个有关 哈哈 死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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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千块 拼图有一千块 我不可能把它拼出来 拼出来也就是这个图 对吧 也没有什么别的内容啊 哎 等一下 等一下 这种内容 拼图有玄机 但我真得把它拼出来才能找到这个玄机 我的天啊 太难了 这个项目 颜色 死磕 一千块 左右 一千块 你肥来了 你肥来了 我回来了 我今天就把这个拼图拼出来 我也在节目里算是有一个高光时刻了 拼图 一千块拼图 这是你的线索 拼 这是你的线索吗 不是 这是你的线索 这是我要玩的一个东西 你咋的你 我不 我不干了 放弃了 我在节目里玩拼出一个拼图也可以吧 有这种事吗 就是别的都是没完成 但是把这块拼图拼出来 我放弃了 我放弃了 我主要把那几块拼出来 把那几块找到 一千块 这浮了 做出这个线索的人 我真的 拼图拼图拼图 你干嘛 你干嘛呢 哥 你别管嘛 你还有心思玩拼图啊 哈哈哈哈 我就要拼 你心还请大哥 我发现了 咋来放 放弃了呗 直接就 我就不管了 别的地方也没路了 我拼拼图 一千块 我拼到天黑 你来不来拼 可以 你可以过来看一眼 我拼拼图超级厉害 你看看别的拼图的后面和我找到这几块拼图的后面 反正是这几块的 我还在找 我要从这一千块里面找出不一样的 不能让他们知道 他们都觉得我在这玩拼图 其实我已经领先他们很远了 我还在这骗他们的 磅礴 你拿着我的那个线索 你就去搞呗 你在这干嘛呢 你这也太难拼了 都是一个呀 一千个 太难了 拼出这个 其实都已经知道拼出什么了 拼图就是知道能拼出什么了 但还是很难 完了 我都知道我这不是那种了 我现在嫌疑很大呀 我这太明显 那我咋办呢 我又不能换地方 好 像这么着吧 出门了 我肯定还要去直播间 目的明确 我们的进度 莫名其妙过去了三四个小时 进度并没有任何的进展 下午的时候 下午的时候就捡到那本日历了 下午的时候就捡到那本日历了 但还没有看出来日历是什么 几位好 你好 又见面了 辛苦你们了 吃完饭了吧 吃了 打扰你们了 我们来这个 来看点啥 我们来寻找宝藏 我的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三位 我们没啥线索好像 是吗 我 你们要收工了 对 我们就在收拾收拾 今天下播了 是呀 哎呀 这个小盒儿真的是我永远的家 真是 你就没有人听得懂这种小盒儿了 你们几位的直播排班 一般是怎么排的 排班 我们一般就是 谁有空就谁嘛 我们一般都会提前排好 好好好 我遇到的这道题一定很奇妙 让我再瞅一眼 看到我拿出这个盒子 你们内心真的毫无波澜吗 毫无波澜 差不多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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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对 我们也收拾差不多了 我们就先回去了 行 拜拜 拜拜 收工了 晚安 早点休息 大枕走了 走之前真的没有什么要嘱咐的了吗 加油 加油 好 一句无用而有温馨的鼓励 真是二人充满力量的 那是 让我们来找到其中的规律 到底是啥呢 如果是八九十十一四个月八九十十一 然后十二月十二月是空出来的 十二月现在他有这些天说了上播 然后会有这些礼物送给大家 所以在这个月 推算下个月上播的时间 这些图案能有什么变化 每页都有一两条 横线 意味着啥呢 难道要把九月八月九月放在这儿 九月放在这儿 然后横着这样排下去 他后面多了两个多的是什么呢 多的可能是九月的前两绿 也许是 不行我写的太乱了 但我看看能不能可不得上 难道是把周日和周一这样填过来 做一个旋转的密码 也就是通过变换一周的四处 然后不对啊那样就不循环了 最开始我是在只有七格的平均 让他们去平行的移动 发现这样循环的移动是不行的 直到最后看到那两格 然后觉得这里面应该还有隐藏的两个元素在里面 需要推导出来这两格里面的东西 然后才补全这块12个元素 如果是平移的规律 那么三种图案的个数一定是固定的 那大拇指至少有四个 而离子三的这两格里面 是没有东西的 它什么都没有出来 而离子五的这两格里面 这个位置有一个 如果是这样规律 再进行平移的话 它还是有两个在这边 它是空 然后让它进来了一个 它是这样的 它设施这样的 就可以这规律还在 那么如果还是移 那还是他们进来一个 那它还有一个 它应该没有 再移动 是四格 再移一个 就这样 是这样的 那么我们再移一个 那我们来移一个 那么就是拥有 好像也希望了 所以应该是六七八九是它上班 十三是六十七是它上班 二十一号是它上班 我觉得我解出来了这个题 但是我不知道这个题的答案意味着什么 其实这个衬衣上 还有一颗心一直没有消失 我其实一直不知道代表什么 这颗心出现在了最右边 可能是最右边的这一天 心是李子三的值班日期 也就是十二月的十三号 十六号或十七号 我得到的这份十二月的排班表 跟那个柜子里的所有的礼物 特别的相关 那些礼物指向了很多很多的物品 我刚刚也是在想 会不会是这个排班表 最后得到某一天 这一天指向的礼物 就又正好命中哪个物品 我需要对着那些东西看看 第四三有三 第四三的那三天 你更多送给大家 两个人快 难道这个现场是让我快点 你快点盘 再不盘 就盘不出来了 我们先看看 那三天的礼物到底是啥 十三是你 十六号和十七号 一二三四五六 你现在你闻一下这个盘子 然后带我去他的主人那里好不好 你都来得到这个盘子 你都来得到这个盘子 你都来了 做点贡献呗 怎么这么冷啊 这帘能有什么办法呀 我都挡不住了 这帘能 晚饭前我们得到了隐藏在松花 松花蛋包装条后面的三条 神秘符号 我都挡不住了 我不想进去 还觉得物标太大了 我要到这里来坐着 谁先去 我都剪了 水 树叠 清装上站 避免目标太大 傻呀 这是个 鸡 应该是鸡 鸡 OK 我换一个 我换个这个是有顺序的 这是个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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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换个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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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被换个啥 我感觉这里的一切都很古怪 处处都像线索 大海躺头摸摸去干嘛 所有的上面都有这个花 让我们找到那朵花 然后让故事再建议 绝对就是我说的那个 我觉得现在是需要 再去一下大海的里面 这是某个东西的组合方式 我刚刚在路上明白了一件事 回去证明 这谁啊 这么快的脚步 快跑 大哥现在用车钥匙吗 你要用我的 我丢他 天哪 好棒 是不是 其实不棒 我们在推你 你现在就表演这个状态非常的普通 这招用过了 来点新鲜的 把你三个月的表演成功 拿出来集体跟我们展示一下 毕业汇报怕是你们都顶不住 游戏合作新闻媒体 新闻新闻 站立移动资讯平台 网易新闻 网易舆论 网易谈青春 短视频互动平台 抖音 深度支持合作平台 苗东百科 世界如此简单 感谢指定问答社区 直呼 新闻客户端合作 一点资讯 咋可 短视频合作平台 快手 特别合作 UC 夸客 轻宝 致连招聘 百度说法 外发万能钥匙 探谈 致行 讯分输法 恒影圈 感谢媒体支持 中兴网 凤凰娱乐 腾讯娱乐 搜狐娱乐 中国经验网 北青网 国际在线 青龙网 中国娱乐网 三六零娱乐 猫虎娱乐 红网 华生在线 西岸湖南 腾讯大乡网 大众网 亚洲娱乐网 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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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陪你 my best friend yeah this is it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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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this is it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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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节目由曼陀斯薄荷糖 联合冠名播出 酷爽旧样曼陀斯 随心探案超好吃 加入芒果TV会员 抢先看正片 遵享超前营业的名学 明侦探学院第五季 会员plus版 咱俩完成 但是在这个 物具在一倍焦距两倍焦距之间 然后物体成的是 放大倒立的石像 然后此时相聚大于两倍焦距 这个成像规律的应用其实就是投影 找一找投影医院 找一找投影医院 这边应该没有 不在家里吗 从这里找一找 本来我想去找一找 投影医院 我们再排除了一下家里面 家里面应该是没有这个东西的 看一眼 你这有投影医吗 在哪 2楼里面 就是打不开是吧 对 OK 好 走 回去复习初中物理 这是谁啊 这么快的走步 在今天晚上这个复制道具的环节呢 我复制了那个礼物盒 但是发现 礼物盒里的那个曼陀斯的那个题目 让我不知道从何下手 最起码现在完全没有任何思路 我想还是围绕着我之前那个存钱罐的线索 继续下去 因为我觉得我可能已经走到倒数第二步 甚至是最后一步 因为现在我拿到12把钥匙之后 也卡在这儿了 所以我决定那个重新回一趟村委会 确保我在拿钥匙的时候 我没有漏掉其他的一些线索或者方向 它一定有一个地方是能用到这12把钥匙的地方 找一圈 打扰了打扰了下班打扰了 咱们一层有没有什么档案室之类的地方 不直接 它应该会有一个具体的数字的需要用到钥匙链的柜子 只能是这些 这个钥匙它一定要开一个东西 但就找不着这个东西 我要找的柜子 在我的视角当中 它应该是有明确标记1到12的序号的 那边里面可以去吗 那里面可以去吗 我像个傻子在里面开了一圈不错 出门之后发现 人家标着数字的信箱就在这里 那四下无人 咱就来开吧 哇 投地的建立 现在我要在它们当中找寻相同或不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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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从秋之意向开始 都是村委会委员 工作经历各不相同 中医药专业 周术衍生馆 舞蹈老师 舞蹈专业 志愿者 动物学专业 没有问题 守护动物人家 图书管理员 图书答案管理工作 动物训练专业 训马师 恒人专业 虎师 只有马小玉 他在联育民宿做的是间隙店的 但是他的教育背景的专业是广播电视专业 现在在他身上有一点 就是专业不对口 最喜欢的作家阿瑟科南道尔 最喜欢的演员 本尼迪克特 康伯巴奇 最想去的旅游地 伦敦 那他不是直接说他最喜欢福尔摩斯不就行了 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 本尼迪克特是福尔摩斯扮演者 伦敦是福尔摩斯生活的城市 现在看到的只有他不行 他不一样 他不一样的点 在于福尔摩斯 难道我要去找福尔摩斯 我要去门口那个快递信箱看一下 我被蜡什么东西 在这里面 在这里面 不一样的站在这个道具 所以之前的时候 粉红小猪11个硬币 再加上我们裂开了 由此找到了售卖机 通过11枚硬币 获得了芒果干和这个八宝州的罐头 然后通过芒果干获得了大海的住址 我们去找它 到了大海的住址之后 通过八宝州罐头 它的重量所对应的通电宝 是因我来到了这里 再理解着拿到了钥匙 根据钥匙上的数字 找到了门外的邮件箱 根据邮件箱 我拿到了12份简历 12份简历里面 现在我要从中选择一个 我要从12当中选择一个 这些还算选择 12选一个 我怀疑是在我之前的某个步骤当中 我遗漏了一个类似饺子账的信息 就是我没有完全的发挥的作用 某一个环节的一条线索 会直接指引我 去打开第几号柜子 我觉得现在是需要 再去一下大海那里 我印象当中都没见过这个东西啊 莫德啊 我的车钥匙呢 快跑 怎么门口还有人站着呀 我的车钥匙呢 卧室 只能在卧室 好 床上没有 完了 丢了 能不能接这个样子的一样 来 相远的 我们的车钥匙呢 现在没有办 能不能接小弟一样 能不能接车钥匙呢 大哥 大哥好 大哥现在有 大哥好 大哥好 大哥现在有 好 有 我 嗯 大哥好 呀大哥现在用车钥匙吗 杀一下 哎 你现在用车钥匙 你要用我的 我丢了 从我赢了之后我印象当中 我就没见过他 哦 你还出去吗 不知道了 没事你再用 那我先出去一趟 对 好 这个公式应用场景 就是鸡头的一鸡 这有什么问题吗 我回去又把我的那个物理书看了一遍 我在那本书发现里面有一些笔记 然后指向了一个人 那个人是小刘 那小刘我们知道 如果剧情是连贯的话 就是我们前两次宝藏里面的那个 整山小院家里面的那个小孩 这本书可能告诉我 我可能要去找一下小刘 那我们去整山书院吧 但问题是我能在小刘那找到什么东西 门开着 门开着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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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电视 没有跟物理书相关的任何东西 啊 我的天呐 现在还有多少布呀 我的天呐 这本卢主要是有人在训练 我的天呐 我看了 我看我我一 tears 我知道 两个人来到现金区了 婚礼策划公司 然后在这挑选婚礼主题吧 就挑婚纱 开始筹备婚礼了 在家里面贴了这个喜字 然后李子怡在这写情节 然后两个人 这是来买钻戒了 然后这个是策划公司给他们做的策划 李子怡和庞大海婚礼现场布置效果图 根据客户需求定制 现场整体效果分为小惊心 根据新人的想法 设计在婚礼现场搭配两人共同喜爱的元素 通过影像等形式 制造一些意外的惊喜 会不会这个要打开一会儿 有什么影像 然后就取消了 它单方面取消了 婚约 我们不得而知 这可能是剧情的一部分 谜底可能要通过这个影片了 我给你一个大厘子 这个时候 我们在草脑里面 这个时候 现在没通电 我都不愿意 这么一样 这时候 我们在草脑里面 我现在不愿意 这不是这个电视的遥控线 是投影仪的遥控线 关键是投影仪在哪 投影一般会刷在什么地方 奇怪的是这个东西为什么会在小油甲 我要看一下照片 这是婚礼举办场地 这是婚礼的场地 然后这边是宾客呆的地方 那要么就是在这边 要么就是在这边 可能应该就是这四个角 一定有个投影 这才是这 还能变出什么花样的 是你啊你啊 是 开了 开了 我在这 没有幕布呀 我怎么搞个幕布啊我看不见 我怎么搞个幕布啊我看不见 我看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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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可以了 我可以了 5 4 3 2 1 怎么就变老了 1月11日 上京东年货节 搜索万店狂欢 芒果TV会员超值抢 童木 幺儿园 第二次来到幼儿园 当时天已经黑了 其实光线不太好 因为在白天的时候 我并没有发现 不对劲的地方 或者说奇怪的地方 在第二次来的时候 随着光线的变暗 心情也比较 比较焦灼 然后就开始直接找 会不会是这个呢 这个会是线索吗 这个炉会长得好好 这个幼儿园这么大 我感觉这里的一切都很古怪 你知道吗 就是处处都像线索 但处处又不是线索的这种感觉 就很难受 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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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儿园最重要的是什么 幼儿园最重要的是 小孩 同诊 我要睡觉了兄弟们 我想睡觉了 过来 还睡觉了 最近的小孩 你还睡觉了 我把你睡觉了 就睡觉了 现在我们睡觉了 还睡觉了 你们觉得最重要的是 我睡觉了 我睡觉了 哎让你睡觉了 不能睡觉了 嗯 这些画位怎么都 都少了一块 而且位置都差不多 是数字 是这个数字 幼儿园 这个绝对线索 来 让哥哥欣赏欣赏你们的画座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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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咱们来看看 这个又是一个什么呢 这个又是一个什么呢 啊应该是把它叠起来吧 我觉得应该是 叠起来就能看见了吗 它这个顺序又是怎么样一回事呢 啊这个下面有这个 有这个年份 我想应该是按照年份把它给 给那个 弄一下的 好 可以找一张是2010 这个叫做小赵 这个是2011年的 2012小川 小李小周 2017 2018 2019 2020 这个2021 OK 再到了一个 就是一个酒色 但是它这个 我发现有很奇怪的点是 它这个从2010到2021的这些画 是一个百家姓的一个摆明 赵 田 端 李 周吴正王 这是一个百家姓的一个 一个排序啊 但是 这个动动它大概都是一个什么 哎 啊 这样看就明显一点 这是一个数字 重新排一下 把最大的照排在最上面 这么看应该是就比较明显的一个数字了 我们从这个画上面加到一个什么数字呢 我们来看一看 4 149 149 是个什么呀 根本不用一辆一辆的事 如果你像我一样 知道 在游戏的过程当中 观察生活 观察你周围的世界 你就会省下很多寻找的 这种不必要的精力和时间 比如说这辆车 一定对应的就是这个车钥匙的第一步 因为这辆车太突兀了 这辆车在这里停了一天 非常的干净 根本不像在乡土之间游荡过的车 好吧 跟其他车不一样 而且一直停在这里 没有动过 而且有工作人员在这里来来回回 哎 不是这辆车吗 好 既然不是 那么 我们就只有用穷举法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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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在哪 车在哪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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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禁止挪动 OK 让我看看 有什么秘密 三位数字密码 这不会操作呀 有什么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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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这么秘密 还是要不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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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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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 老大都正确的吗 没什么变幻 嗯? 笑什麼? 7,8 7,8 天啊 我的天啊 9月5日 第一次渡速出來好刺激啊 9月6日 6點 竟然又沒有被發現 然後是10月3日 早上5點 果然這個時間渡速點出去是個好的選擇 10月4日早上5點 命車也不能阻擋我到 我想去的心 10月5日 幹這種事一定不能被子儀發現 11月7日 今天子3子5 有點懷疑 希望他們別跟子儀說了 10月8日這麼久了 子儀竟然一點都沒發現 11月9日 今天差點被子儀發現了 還好我隨便找了個理由 搶個色過去了 11月10日 就那麼多次還是很激動 很有可能是大海 我不去糾結自己 為什麼要在車票上記錄自己的心情 這件事情的話 這就是大海 當天的心理活動 如果不是知道 大海是喜歡子儀的 很懷疑 很能懷疑大海可能是 去做一些偷偷摸摸見不得人的事 但其實這個事情應該是個好事 解釋解開了 解釋解開了 去幹嘛呢 哇 我的天哪 又要重新擺一次 氣死我 嗯 這不像是能拼起來的樣子啊 這不像是能拼起來的樣子啊 拼起來了嗎 你開了 你沒開 我沒開 我不會弄 你個猜 怎麼弄的 自己開 我以為你拼到後面了 你怎麼弄的 我只知道這裡有大波羅說 然後過來以後 然後這上面有把鎖 嗯 然後我就按著儀表盤 這個數字填進去發現不對 你不是說你 你這個已經快結束了嗎 我沒有 我兩個都是 我兩個吹了兩個 你哪個快結束了 我哪個都快沒結束 來解 你解開了嗎 沒解開 我把這個打開了 但是裡面的東西我做不出來 你坐嘛 我走嘛 你坐你坐我走 這玩意兒我感覺是拼不起來啊 怎麼感覺缺幾個東西呢 明顯是拼圖 但是 試驗了之後發現一定拼不出來 我一定是缺金少兩個 缺少了幾個 就要回 回學院小屋找 哎呀 又找到一個 哎呀 終於要完了 剛開始拼 我就發現拼圖有問題 有些拼圖後面有做了一些 塗抹的記號 等一下 等一下 拼圖有玄機 我就說應該只需要拼圖了顏色的拼圖就可以了 這是我自己的一個想法 這拼圖還不簡單啊 哦 拼上去了 研究一下這是個什麼東西 這是這裡 有點藍色的頭 這裡 嗯 這個就是下 這個就是下 1 1 1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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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5 5 6 8 9 9 5 6 7 7 8 9 现在就是在这里来寻找一下我有哪些有可能会被我遗漏的信息 比如说这个很明显的记账本 为什么一开始的时候就一直和这些标签放在一起 可是它上面它里面没有记账啊 这个记账本 会不会是会计专业的一个学生 刘倩倩 田小语是在童木村小外部当收音员 收音员就需要记账 如果说记账本这个东西在会计和收音员当中模棱两可 说明这个方向它不对 不能一点东西也不写吧 只有第十页被窝了个脚 难不成是因为由于这个折角 导致前面正好到这个十二能够露出来 能对应到一到十二的数字 折角正好把十二露出来 但同时折角也把十给盖住了 然后把十一也露了出来 我就想到了一点 就是那个折角折起来的样子 正好是十二分之十一的样子 十二分之十一呢 就正好对应到那把钥匙上面 所以就是第十一个 信箱当中的简历是最重要的 如果是十一的话 所指向的人就是林小娥 而林小娥的特点是 首先她是在光明追悦二员工作 她的兴趣爱好 喜欢听了歌光音的故事 喜欢看的电影《重返二十岁》 最喜欢的话《永恒的记忆》 啊? oh my goodness 我一定在哪里见过艺术图 它是某个东西的组合方式 是 149 这些画是百家信的一个牌 百家信149号 你从电箱带动GDP增加 这三个东西 都是时光倒退 右边是三 下面是六 三六九十二 这四个东西 这个是个东西 是数秒 你 钥匙竟然没有我盘的多 我以为你要是盘完了呢 我要是真 我不瞒你了 你是骗我了 我要是盘完了 要是盘完了啊 里面那个怎么拼出来 里面那个怎么拼出来 嗯 这个 难说 百家信 第49个是什么 哪条啊 哪条线索 钥匙 就行了 快告诉我哥哥 怎么拼 我可以和你私聊一下 感觉应该已经被人拿了 我感觉也应该被人拿了 啊 可能是他 那时候有人拿了 是吗 那时候有人拿了是吗 小鱼匙 很容易 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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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了 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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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猪 我们怎么所有人都回来了 就我跟小七都觉得阿福已经打了 是吗 就直觉 我觉得他这个状态就很像 回来陪我们演戏 确实他今天 状态有点高 他那个钥匙是 不是他自己的是我的 你知道吗 他刚才突然跑过去跟我说 大哥 把你的钥匙借给我 然后我就把我的借给他 因为我那个没在推嘛 然后借给他他就 他都要掉了 对然后我就感觉 不主要是我前面 我看到他蹦蹦跳跳的从外面回来 就看到一个人影蹦蹦跳跳的往往往往里冲 这么快的脚步 他推的他推的是那个手机 只有他有手机 我刚刚捋了一遍 捋了一遍时间和大概的行动线 我觉得就是在迪哥和他之间 你这个人今天 我觉得你也有 状态也很高 你之前很早你就状态很高 对对对 就感觉很高兴 我跟你说 从从他玩游戏的时候 就不是那个状态 我感觉 他就是感觉 状态不一样 好像就是今天 一般在第一轮那个 诶 这个人又杀了 以为你休 以为你休息去了 我们已经 进入推胸环节 我们在推你 你是不是又在陪我们演戏啊 小浦波 希望你把你三个月的表演成果 拿出来机体给我们展示一下 再快来个新的路了 我们现在一般的表演风格 已经想不住了 我给你一下 是的 希望你拿出你毕业汇报表演的状态 再跟我对我们演一下 对 嗯 毕业汇报 怕是你们都顶不住 哈哈哈哈哈哈 那会你为什么急冲冲的冲回来家 现在你又返回去那个 找摩托车 摩托车那条线之前 如实招来 找钥匙呀 我去找车钥匙 我的车钥匙呢 哦 你不会要重演光明小学那一出吧 问我们音乐厅在哪里 那我就应该 心高采烈的往外跑的 坐在这的 五个人 各自心怀鬼胎 现在拿到那个人就坐在我们这里 没有一个人理的一个吗 哈哈哈 哈哈哈 他刚才在那玩拼图 但也许是他那一步就是要冲突 真的吗 这么多人在这呢 我们在推胸了已经 推胸 对啊 我就是胸 哈哈哈 行吧 那你们就睡了吧 别费心思了 都在我这了 啊 呵呵呵 拿出来给我看看 我都没我都没见过 我也没见过 呵呵呵呵 真的我不知道长啥样 你们都在这 为什么 都推到这了吗 呵呵 迪哥你是从这屋里拿你拿走了吗 我多么 我如果真从这拿了我太高兴了 我都不会来这个屋 我就回去睡了 真的睡了 气死你们那种 迪哥你是接下来拿到的 嗯 几点拿到了 10点31分 拿到了什么 拿到了宝藏 我自拍了一张在我手机里 掐了手机 掐了手机 一一分三 人当当秒针 秒针 秒针 怎么秒针 这个歌名不叫秒针吗 啊 这个歌就叫秒针 对啊 你们这也盘不出个端倪了 啊 养精蓄锐 一开始呢我怀疑是阿普 但是后来 迪哥不是在和咱们聊天吗 当时他唱那首歌叫秒针 一一四三四三 三三秒针 秒针 我当输了也秒针 迪哥就 秒针 这个歌不名字不叫秒针 啊这个歌就叫秒针 对啊 嗯 啥 突然是迪哥在这出来 你管我借钥匙那会儿吗 管你借钥匙的时候 应该是我看到迪哥在这 对 然后我那会儿还没看到他 然后你就出去了对吧 然后我在那屋看书 我过来我出来的时候 我会看到他在这 而且看我那边我看 看得多多 我觉得 听下来 要么迪哥要么小气 根据侦探小说守则 第一个发现命案现场的人一定不能是凶手 但是现在是现实事件 现在拿到别人就坐在我们这里 各在各走 五个人各自心怀 希望你拿出你毕业汇报个人的状态 对 对 对 嗯 毕业汇报 怕是你们都顶不住 毕业汇报 所以你拿到你的 嗯 并下来 将军的迪哥 让他不闪息 拿到了保险我自拍迪哥 在这北北 对 嗯 嗯 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好的一天开始了 朋友们赶紧起床 起床了 起床了 我在草坪等到着 起床了 起床了 带哥们 起床了 快快快 外面很冷 走走走 起床了 起床了 哦 起床了 终于到了我们今天最紧张的时刻了 究竟宝藏在哪里呢 在公布每条推理线之前 请问各位学员 大家对本次宝藏的藏宝地 是不是都已经非常明确了 就是他都和时间有关系 不会信钟吧 就是客厅那个钟 应该就是 没错 第三个宝藏的最终藏宝地就是 学院小屋 客厅墙上的 时钟 这个有点拙劣了 有点拙劣了 哎呦我天呀 大爪是戏太满了 不是 没有在啊 要掏吗 我真的没拿到 他们觉得我拿到 现在为大家揭晓每条推理线 最终如何指向藏宝地 时钟 首先公布白衬衣的推理线 来吧 白衬衣上 写有文字 且有明显的褶皱 因此 需要用衣帽间的挂烫机 把衬衣运平 会发现衬衣上很多字都消失了 只剩下散 鹿 漆 和一个红色爱心 散鹿七五 对应数字 三六七五 口语非常重 散鹿七五 根据衬衣上很多有关直播的信息 来到南波万直播间 在莲花书站的南波万直播间 用三六七五打开一个盒子 里面有一本日历 日历 而日历上八到十一月上面 有三种印章的标记 且八到十二月最顶部的一栏 都被延长出来了两格 于每日的格子是等据的 根据印章标记的规律 即需要普全最右两列被隐藏的图案 且每个月向右平一格 可以得到十二月被印章标记的日期 根据称衣上的爱心 锁定被爱心标记的日期是重要的 日期分别为十二月十三日 十二月十六日和十二月十七日 直播间里还有很多礼物盒 里面装有不同礼物和卡片 其中落款时间为这三天的礼物 分别是一个盘子 一对情侣筷子 和一组小朋友的餐具 仔细观察 会发现盘子和其中的两只筷子上 都有一个同样的花纹 将盘子和两只筷子上 花纹重叠在一起后 可以组成一个钟表的造型 指向时钟 对 我以为是让我快快盘 快盘 盘就完事了 你看就是最后一步 就到最后一步 接下来 公布礼盒的拖底线 礼盒内 有二十四盒 装在卡槽内的曼托斯 和一张卡片 根据卡片上的特殊图案 和文字信息 口味搭配 可以得知需要拿出一盒青蹄味 和两盒白桃味的曼托斯 因此对应成语 一青二白 可以联想到歇后语 小葱拌豆腐一青二白 从而指向小葱拌豆腐 在学院小屋的厨房内 可以找到小葱和豆腐的冰箱贴 豆腐冰箱贴背后 贴着一本书籍的局部图 小葱冰箱贴背后 贴着F小于U小于RF和V大于RF 查阅书房的书 可以得到对应的书 为一本物理教科书 且上面写着小刘的名字 翻阅书本得到小葱冰箱贴背后的文字信息指向突透镜成像原理 且主要运用于投影仪 去到小刘家 可以找到一个遥控器和一份婚礼现场布置图 对比布置图和现场布置 发现现场缺少了一块投影幕布 找到投影幕布 并将其挂在正确位置 用遥控器打开投影仪 可以看到一段影像 影像的开头是一段倒计时画面 接着出现了紫衣和大海两人甜蜜合影 是用特效处理过的慢慢变老的情景 影像的背景音为最浪漫的式的纯音乐 因此影片的诸多元素 都和时间流逝相关 时间的主要载体 为时钟指向时钟 哇 我好像不是这条线 投影仪我找了好久了在里面 我以为投影仪就是最终的答案 没想到后面还有 接下来公布钥匙的推理线 钥匙上有一把钥匙和一个遥控器 按下钥匙上的开锁按键 可以循着滴滴声找到一辆摩托车 用钥匙启动后 摩托车的尾气喷到墙面上 会出现数字278 用278可以打开摩托车的尾箱 得到9张汽车票 车票背面印有不同的底纹和字母 将车票对应同木村公告栏这几个字 可以发现车票底纹 与字面完美贴合 由此得到字母的排列顺序 从左到右依次是 Y O U E R Y U A N 即幼儿园 指向同木村幼儿园 来到幼儿园 会发现一面历届优秀画座墙 上面也有与汽车票背面同款底纹的字母 墙上挂着12张有破洞的画 每张画右下角都有姓氏和借数 将画座按借数从小到大的排序并重叠后 画座上的破洞组成了数字149 除此之外 右下角的姓氏也形成了特定的排列 结合数字149 可以确认百家姓的第149位是重要的 在书房里有一本百家姓书籍 对照后得到第149位姓氏 是中 从而指向时中 就在书房啊百家姓 对我昨天找了好久 反正多了很多猜想 我反正第一个想到的是 149位的百家姓姓什么 你都知道到这儿了 你要是发现了这本书的话一定能找到 接下来公布存钱罐的特定线 存钱罐内有11枚一元硬币 还有一张纸条 纸条内容显示 需要将钱花光买两样东西 在文旅驿站外 有一个自助贩卖机 芒果干和八宝州的价格相加 刚好等于10亿元 将硬币投入贩卖机 获得这两样食品 可以发现食品包装上有刮刮乐 将芒果干和的刮刮乐刮开 得到23组5号 将八宝州的刮刮乐刮开 得到再来4瓶和一个天平图案 来到23组5号 可以发现一个行李箱 里面有8个收纳袋 还有一个电子秤 和一本在第11页 有折角的空障本 且电子秤上 也有一个与八宝州一致的天平图案 将八宝州的净含量 360克乘以5 得到1800克 用电子秤称每袋收纳袋的重量 其中有一袋 刚好是1800克 这一袋有一张纸条 写着村委会理解和一个钥匙的图案 去到村委会 找到理解李大为的工位 可以发现12把钥匙 对应找到村委会门口 1到12号上锁的邮件柜 通过第11页折角的空障本 可以得出十二分之十一 指向12中的十一 也就是十一号柜子为重要的 那个空障本 这么小的一个遮教 我们每天辛苦吧 辛苦 太辛苦 打开十一号柜子 可以发现一张个人简历 其中爱好一栏 写着最喜欢听的歌 是光阴的故事 最喜欢的电影 是重返20岁 最喜欢的画 是永恒的记忆 这三个要只上一个东西 时间 就是钟 大家都知道的东西 光阴的故事 重返20岁 永恒的记忆 都是以时间为主题的作品 且永恒的记忆 画中的主体 就是时钟 接下来公布的是 手机的推理线 打开手机 发现桌面背景上 写了一段文字 手机相册里 还有几张聊天记录的截图 子一给大海 转发了童木村 吸引年轻人 回乡创业的政策 并跟他说 你一定要把这个放在心上哦 大海回答了三遍 放心上 因此 得到心上 是重要的 仔细观察 手机桌面上的文字 会发现 在心上的字 就是春字 在学院小屋卧室 可以找到一幅春的挂画 观察会发现 挂画拍的 并不是春天的植物 而是皮蛋局部放大后的松花图案 在小麦布 有特色美食试吃活动 其中 就有皮蛋 与春挂画的内容对应 小麦布所有皮蛋上 都藏有腰风带子 其中三合的腰风 反面有虚线 根据虚线折叠腰风 会得到三个字母 GDP 用腰风正面的花纹 对应小麦布的密码笔记本 其中有一个密码本的花纹 是一致的 用GDP打开密码本 会发现笔记本每一页 都画着相似的小人漫画 快速翻动本子 会发现小人漫画 形成一个动态视觉效果 结合在一天中 太阳在天空中不同的位置 与小人脚下的影子方位 发生的变化 会发现这与日轨的原理 是一致的 日轨 极为古代的石珠 最后公布的是包裹的推理线 打开包裹 里面是紫衣送给姐妹们的泡脚包 泡脚包由不同种类的中亚药材组成 每个中亚药材名字前 都有一个圆形标签 将泡脚包放入70度以上的热水中 圆形标签都会变颜色 不是热水是开水 必须要用开水 朋友们 已经不符合物理尝试了 你会用开水包裹吗 傻呀 这不是物理尝试 是生活尝试了 用开水那种滚烫的开水 刮屁 我在那泡的呀 我手都烫的呀 我在 好继续 根据中亚药材 去到村里的医务室 医务室里有90种中亚药材 每个药材的标签中间 都是蓝色的圆点 只向泡脚包上圆点变蓝的药材 是重要的 共有14位 根据14位药材 结合中亚药材箱上的圆形标签 会发现14位药材 组成了几个特殊的排列 比对医务室墙上挂的盲文对照表 得到药材的排列与盲文对应 从而得到拼图 及拼图 在学院小屋休闲室 可以找到唯一盒拼图 打开后 会发现里面有30个拼图块 背面是涂了颜色的 3块绿色 6块黄色 9块蓝色 12块红色 将相同颜色的拼图拼好后 比对包装盒上的完整图形 可以得到 这4部分的拼图 分别对应拼图的正右方 正下方 正左方 和正上方 且完整的拼图 是圆形的 根据4部分拼图 所对应圆形的位置 且拼图数量 依次是3 6 9 12 联想到时钟上 3 6 9 12点 并且学院小屋内的中调盘上 也只有3 6 9 12 4个数字 从而指向时钟 好家伙 你在这 没办法 我那太明显了 还以为你真放弃了 结果我在推 你们以为我真的放弃了 没有 我们不相信有人在那个时间里会放弃 我们不相信 那个时候怎么会有人陶冶情操去拼拼图 只有我以为你在拼拼图 全世界只有我以为你在玩 方位加上拼图的块 这边是3块 这边是6块 这边9块 这边12块 我一看这不就是个钟 我就 真的没拿到 快公布吧 不公布 迪哥一直演 快公布吧 让我们知道一下吧 到底有没有人拿到呢 那么 在今天早上9点之前 在你们6位当中 究竟 有没有找到 宝藏的人呢 答案是 有 啊 有人拿 千万不要投我 那投谁呢 你说 绝对是小齐 千万别投我 可不可以告诉我们具体位置啊 我想知道具体位置 是那个白色大力胶吗 我要疯了 那个透面那个黑胶撕开 是不是啊 不是 就是在背面 就是那个泡沫胶 宝藏兑兑换券的具体位置 就在那块胶上 那我们至少就可以通过这个去盘时间线啊 是的 盘吧 有人撕过是吗 年年的胶是什么 哪有胶啊 你都翻过周 你没有看过那个胶 后面是黑色的 黑色沾了一个大妥妥嘛 白的白的胶 我看了那会已经没有白色的胶了 到现在还有白色的胶 哪呢 你看的时候 白色的胶上应该是一块保障兑换券 对你拿下来不知道背后是什么东西 白色的胶是什么东西啊 没见过 那是一块双面硬的泡沫胶 哪呢 我看错钟了吗 没有 我今天帮那个人挡刀了 马上就要你们看我这个状态 聊到了 聊到了 关键这头部到别人头上 现在如果按时间线的话只能是你了 真的不是我 小七在引导 谁在踩我 那个人就有问题 我没有我们都在踩 不过你踩的最厉害 是啊 因为因为在你在我之前就是你了 我在看到 在我之前是不是 对啊 你也只找到钟了 当然啊 我投小七 明着头 我就投小七 明着头 该说你都说了 该说我都说了 今天就从你开始投 行我去投去了 给他们一点商量的余地 现在卧室 好 刚刚踩我踩的最厉害的就是小七 所以我非常怀疑是小七把宝藏拿走了 昨晚最早的时候怀疑的是阿普 因为我回来的时候我感觉阿普的状态 是最直接的 但是在单纯的看时间线的话 迪哥的时间点足以了 拿到 因为太早了 现在有所有信息里迪哥嫌疑最大 然后小七和阿普也有 所以还是投杨迪吧 投目前概率最大的人 还是得尊重这个每个人推理的进展还有时间线吧 所以我觉得这票投不到别人头上就还是迪哥吧 我要投的人是 杨迪 我的选择是 杨迪 如果是阿普的话 恭喜你 学业有成 我要投票的对象是杨迪 因为他是我们盘过所有时间线里面最早的有可能找到的 现在为大家公布最终的投票结果 首先公布获得零票的学员 他们是 史凯 老零炮选手 庞博 零票成数者 文涛 第一次挂零票是不是 不是 不是 阿普 要他要是零票逃了我真的 我整个人大不好我跟你讲 接下来 公布获得一票的学员 他就是 小齐 你们投了我四票 你数一数 数一数 逍遥法外 五哥 逍遥法外了 五票哥 最后公布获得剩下五票的学员 杨迪 那么杨迪究竟是不是最终找到宝藏的人呢 答案是 一会儿要是你 我跟你讲 我就打死你 答案是 不是 看 啊 是我 这不是我 找到宝藏的学员 已经成功逃脱 就是你 就是你 我投了他一票 就是你 真的不是我 真的是你 就是阿普 就是他 就是阿普 我一星 踩我的人有多 我一星你毕业也出去搞现生版你 那么真正拿到宝藏的人 究竟 是谁呢 在公布最终找到宝藏的学员之前 先来为大家揭晓 精彩的推胸之夜 有哪几位学员曾去客厅搜索过时钟 他们的时间线 分别是 杨迪 在晚上10点27分 推出谜底 时钟 并于10点29分 前往客厅翻找时钟 齐斯军 顺利推出谜底和时间相关后 于晚上11点10分 前往客厅翻找时钟 并怀疑宝藏已被人拿走 而真正找到宝藏的学员 在晚上10点10分 就成功破解谜底 直奔小屋客厅翻找时钟 仅用12秒 就将宝物兑换券成功拿到 而此时 杨迪正在旁边的休闲室拼拼图 并已接近谜底 他翻找时钟 比找到宝藏的学员 仅相差19分钟 我觉得是阿普 我突然想到了 你失望 你突然想到 阿普 阿普昨天带我一起去找线索 其实就是为了拉我的票 就是为了证明 我给你看线索 你也判不出来 是不是 你的这个表演的体系 是不是 不用抓了阿普 我都已经推出来了 不是一星 阿普 就是拉你的票 就是你好骗 不是一星 你好骗的你 你快点 快点 哎呦别演了 哎呦别演了 快跟着 接下来 请找到宝藏的学员 拿着你的宝物兑换券 向前一步 原来不是我有眼疾 就是因为没东西 没有 去吧补业 就给你补录了 别装了都 哎呦 就是你 那就是他 他经过了我 你拿到以后 你还在外面干嘛呢 演戏呗 找这个是最简单的 迪哥 难的是找到之后 你要干嘛 我昨天三点钟才睡 我十点钟就找到了 我三点钟才睡 GDP 农村店商带动GDP真正 这一段连环画 只带的就是时间的变化 如果这个谜底就是单纯的时间的话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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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出去啊 嗯 没出 你的谜题是匹匹图吗 такой 开始演了 开始演了 真的很难演 真的有点难演 因为我太强了 一旦有人找到 真的很可能就会偷 就是一种对强者自然的恐惧 这是我没有办法在短期内消解掉的 很难我想想策略 需要去拉拢人马一个很聪明 我哥 他们都在哪儿啊 不就只有这几个地方能去吗 他们是很难 大哥好 大哥现在用车钥匙吗 策子我丢了 回家拉西凯几个猛 文韬太难骗了 把身上所有关于最后一步的线索都删掉 就是那个小人联合画 我当时还拍了视频 还拍照片都全部删掉了 删掉之后拿下来跟他们交底 就说我就盘到GDP 你们说这是什么意思吧 你先表水 你先表水 我等我表水 我 你要么交底吧 最后是 GDP 主要的想法就是 我到底要坦白到哪一步 当然想那坦白到GDP吧 让他们误以为我根本没有推到最后一步 我会想到我看一遍 我看一遍 听一遍 你说去哪里看一遍 想到下来不 一起看他没有说话 只有GDP 不说话 那GDP 再到哪里 看这是还有漏了一个 太羞了太羞了 你算是对得起刘天池老师 算对得起了 打广告了 那两个月课的时候 天天问老师 老师我有个表演的问题 什么问题 一般在隐藏我拿到什么东西的时候 要怎么表演 首先揍紧锁眉头 然后身躯前躯 弯腰 恭喜蒲依卿零票逃脱 成为第三个宝藏的获得者 请蒲依卿来领取七个宝物 哇 都拿走了 都拿走了 太难了 下次再找到 真不知道该怎么演 你敢不敢信我扛退位 很感谢你 五票 一带牌没有你 一定是他 太难了 太艰辛了 这铃票逃脱 我自己也是非常的意外的 就是平时大家一定会是习惯性怀疑我的 非常担心后面会有人 有小齐比如文韬 灵光乍弦投我那么一点 还好没有 但是这一次的铃票逃脱 意味着下一次就更难了 肯一心同学这两个月的表演课没白上 但是找我借钥匙那一段还是有点略想做做 居然被你抓到了 可以 可以啊 阿浦这个表演班没有白上 然后为了博取我的信任 还把我带到了他推理的现场 觉得应该是没问题了吧 这么大胆敢让我看你的现实 就觉得小浦真的太厉害了 就是怎么做到的 就是 他有一个策略其实很聪明 就是他始终不会公布 他已经推到的最后一步 你很难去推翻他这个谎言 就是他除非你当时就在现场 阿浦演得太好了 毕竟是最近上了一些表演进修课 明明在十点十几分左右 就已经拿到宝藏论坏了 还跑到外面去 好 哇 还厉害 不愧是阿浦 这个从来没有让我失望过的人 真的很厉害 很投入 不愧是一个专业的演员啊 不一心 首先恭喜阿浦获得了宝藏 其次呢告诉大家 在我们村子里呢有一个大喜事 好像是一对新人 要给我们发一点小小的喜悦 来 请 恭喜恭喜恭喜两位 恭喜这秦始终穿上了 这么开心呀 我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我们结婚了 这是我们的喜堂 喜事一定要分享 这这喜气 谢谢 沾沾喜气 今天晚上一找到宝藏 为什么 之前你把婚礼洗掉了 我就整个讲一遍吧 好 关于我们两个的故事 我和子怡是大学在一起的 毕业后 我们俩一块拿到了成都的高兴奥粉 他却一直惦记着头目 所以想要回家乡 我没录取了 啊 好 走了 你决定了 陪你回去 是什么 看我 看我了 我疼啊 不疼啊 快追回来了 提出我们挨家挨户的收集乡亲们 分散的农产品 集中加工和包装进行售卖 国家扶持农资天然发展 所以我们也开上了淘宝农货店 一年前的直播带会特别火 子姨就带着嫂子们一起创业 召集她们成立了 No.1嫂子直播间 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No.1直播间 这些年虽然有过争吵 但是我们还是很相爱 最近我一直计划着向子姨求婚 本来之前我们就想结婚的 但直播间生意太忙了 还临时取消过一次 所以这一次 我一定要给她一个惊喜 我在她的直播日 偷偷坐车往返于村里和城里的婚庆公司 策划着求婚仪式和婚礼 我还给她准备了蜜月旅行 连行李都早早为她准备好了 我憋着这么久的秘密 终于揭开了 我心里的大事后 也总端落地了 你愿意嫁给我吗 还得感谢你们 一起见证我们俩 爱情修成正果的时刻 中国地大户 有很多地方好吃的东西 你们可能只是不知道不了解 就以为没有 其实非常多 大学毕业的学生 回去之后自己弄了一个那种合作社 在开一些网店 帮助我们农民 他们的经济有所收入 让这些水果销往更好的地方 因为单靠农民自己 对一些这种新兴的一些销售方式 可能没有那么了解 这个就需要我们年轻人来做 而且国家现在也扶持这些农村振兴 所以干得非常好 互联网的这种科技的发展 其实拉近了消费者 和这种农产品之间的距离 这是新技术带来的 对于这种传统的这种农业 的一个加成 通过科学技术的进步 以及年轻人的热情 来促进乡村的农业经济发展 就是乡村振兴的一个具体的体现方式 年轻人就是要有更大的追求 年轻人就是要有更好的事业的追求 但现在不一样的一点是 你有更大的追求 你不一定只是在大城市 能施展你的这些本领 回家乡做直播带伙 做当地的一些产品的推广 甚至是做文化的产业 打造自己整个家乡的一个品牌 我觉得这应该会成为很多年轻的朋友 择业就业的一个方向 很多年轻人依靠自己在大城市 掌握的一些资源 或者他们学到的知识 然后带回到家乡 促进家乡的经济建设 是一件很最有敬佩的事情 让自己的家乡变得越来越好 现在也越来越多年轻人去响应这种号召 是非常 非常励志 非常正能量的一个宣传 而且我自己本身也出生于农村 我觉得 是非常感恩的 乡村振兴这个战略自推出以来 收获了非常大的成绩 过去一年是我们全面取得脱贫攻坚战役 胜利的伟大之年 同时在十四五的规划当中 也提出了全面振兴乡村的这样的一个布局规划 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 其实从上一季的光明村到这一季的童木村 我们都能够看到 现在乡村的发展其实是飞速的 同时也能够鼓励大家 一起来通过各种形式 支持乡村振兴 为乡村的发展贡献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我们刚好还要去下一家发喜堂呢 要不我们就先走了 这么忙 对 好好好 你们先忙 结婚 好 谢谢 快乐 好 谢谢 快乐 谢谢 大家 我到时候可以邀请大家 好嘞 一定来 好 再见 其实这个故事也在告诉我们年轻的朋友 在我们努力奋斗的同时 那么国家永远是我们最强大的后盾 所以大家都要像他们一样 照顾好自己的幸福生活 支持自己家乡的经济建设 为自己的家乡 供一份力量 为家乡出力 对 我们这一期的宝藏 这一期的宝藏就结束了 我们下一期再见吧 拜拜 再见 明侦探学院 要做就做第一 怪物 白龙马 真厉害 帅 Etown 朋友可以停了 朋友 我怕 要放松 我感觉在上面做蹲起 不紧张 咱俩这都很安全 大伯 离子汤 来一个中分 大地 如泰山 磕个脚 来了 哎呦 哎呦 哎呦妈呀 生气了 哦 真的 这线索还太低了 这也太棒了 不是吧 现在这个线索一定得就是玩这么大 就真的一点机会不改 那我要带着它去晒太阳 这我要等到什么时候 我都快有电了 妈妈 人家的猫叫喵喵 你们家有没有猫啊 哦 该去哪儿找啊 拥抱你的一切 感觉不太对劲 照片可能有一些什么东西 后面好像有字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试卷啊 你们为什么会注意力不集中打瞌睡 在铜铜村最近 有人在村子里面装神弄鬼 不知道就是里面发生了什么事 为什么我才刚刚开始 你就已经完成了 文涛太快了 文涛已经进行到第二步 我一马当先 嘿 斯坎现在已经去马场了 客人还没来啊 不会有客人来了 可以收了 哦 就是你了 小雀斑 清新果味浓2.0 嗯 要不要我们这一轮都投青蹄薄荷 一人一个 这个策略是对于提出策略的人最有利 因为他会反水 我不会 你会 假设我们五个人结盟了 嗯 我们无法判断文涛的情况下 我觉得可以来四个人跟我结盟 如果这个 不存在一支结盟 他们说的话很难相信 文涛投了青蹄 他们都要独吞 不一定啊 我要去投票 只有一个人 可以获得明天在投票中 多一次投票的机会 不投一票让人愉快心动 万一自己能推出来 为了吸引我们减值了 投票 至于是 多一票就投不出来 岂不是更丢人 哈哈哈 经历了一个职业生涯里 从来没有过的瞬间 回去拿了吧 不过 钱是第七星 赵钱 各自心怀鬼胎啊 感觉一定得到明天早上 我觉得有人已经拿到了 最后十分钟才会有人敞开心扉 谁把我们全面改成火烧机的到底 我 哈哈哈 拿到手机一看崩溃了 你看这个钟的时间是错的 一两个人在转 时间没有动过 你先想吧 反正我先把这个 想法 放在你的心里面 想不想吧 那我所有知道的都告诉你 可以把你所有知道的都告诉我吗 2018年3月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 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2021年2月21日 中央一号文件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发布 文件指出民族要复兴 乡村必振兴 国家是非常鼓励年轻人到农村创业 从我们年轻人个人的角度来说 回乡创业的话 这个也是体现了我们年轻人的 对于社会的这种责任感 它的担当 一个个人能够把国家最需要发展的这个事业 当作个人的这种使命去担当 去奋斗 我想这样的青春是更有价值的青春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呢 回乡创业并不意味着就是 大家是一种躺平的心态 其实回乡创业 在农村广袤的大地上 可能我们会碰到更多的困难 这可能也是一个更好的一个 锻炼自己成长的一个机会 于国 于个人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上微博 参与明侦探学院话题讨论 一起探寻神秘宝藏 更多节目精彩内容 精彩新浪娱乐 微博综艺 新浪综艺 关注明侦探学院官方微博 了解更多方外花絮 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 微博 首席合作媒体 新浪娱乐 微博综艺 新浪综艺 首席合作新论媒体 新浪听闻 战略移动资讯平台 网易新闻 网易娱乐 网易谈心社 问答社区 直呼 新闻客户端合作 一点资讯 Zucker 短视频合作平台 快手 特别合作 UC 夸克 轻宝方 致连招聘 百度输入法 WiFi 万能钥匙 探探 智行 讯飞输入法 横领圈 感谢媒体支持 中兴网 凤凰娱乐 腾讯娱乐 搜狐娱乐 中国青年网 北青网 国际在线 千龙网 中国娱乐网 360娱乐 猫扑娱乐 让真相闪耀 生命的每分每秒 就算世界难度升级 我们手搭在一起 就是你的 做No.1 嘿 成为宝藏 后真相就是 我会永远永远永远 永远永远 永远陪你 要做就我No.1